这是安娜荒野独居第二天 今天她需要完成搭建整个木屋 利用亮好的竹片 一块块搭建上去的 好的竹片 还得用在好的地方 好比这间安娜亲手盖出来的庇护所 疲倦劳累的安娜 舒服躺在上面睡了一觉 不知这享受是多么的舒服 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 安娜亲手盖的庇护所 框架安娜昨天已经搭建好了的 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把竹条固定好 用树叶把屋顶盖好 以免下雨时淋雨就不好了 安娜把地板都定好后 接着用竹条把屋顶固定好 一个下午时间 屋顶的框架终于做好了 下一步安娜去附近找树叶 这样的树叶比较适合盖屋顶 下雨时也不会漏雨 叶子也非常大 盖的效率非常高 安娜铺上去的手法也是很不错 细节方面也做得很到位 一片接着一片 不一会儿的功夫屋顶也盖好了 此时挡雨的是有了 但还差个挡风的 接着安娜继续用竹片 把屋墙一片片固定上去 这次她用编织法把它弄好 看起来挡风效果很不错 这间庇护所真是及时雨 刚装修好这雨就开始滴答滴答下 一边躲雨的同时 安娜还是忙着操不完的心 刚装修好庇护所 一时也闲不住 立马把屋内卫生清洁干净 晚上睡觉的时候 才能睡得安心 这是安娜荒野独居第三天 今天她需要完成 竹屋阳台装围栏 装好以后 站在阳台看着远方的风景 再也不害怕会掉到下面去了 竹屋搭建的有点高 上下的台阶有点不方便 安娜先定做一个牢固的台阶 在这深山野岭的地方 自带的工具也不多 安娜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想到的办法全用上 把木条切好后 用锯子把点位挖好 这样一来 固定的效果非常好 尝试凭着感觉 上下走一次梯子 感觉非常牢固 梯子装好后 接着继续装阳台的围栏 你可别只看着安娜 叮当几下就做好了 其实这也耗是安娜一早上的活 到了下午大太阳之下 刚好安娜才装好阳台围栏的 由于天气炎热 安娜只好先装一半的围栏 把活留着明天早上再说 热得实在受不了的 安娜脸上的汗直冒 要是有电开着空调或者风扇 应该会好很多 刚好门前有一条小河 安娜管不了那么多 打算把河里的石头搬出来 让水潭深一些 待要在河里泡一下 应该很舒服 终于还是泡在水里比较舒服些 等太阳没那么热了再出来 此时安娜有点渴了 从屋里拿出一个西瓜 先来个洁洁鼠 真是舒服 试完享受的样子 深深懒腰活动一下 今天安娜荒野独居 也就告一段落了 独自一人搭建竹屋 有点无聊 特意抱回一条活泼的小狗 过来养着 今天安娜准备制作一条竹管自来水 这样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喝水或者沐浴的问题了 平时做饭非常的方便 安娜准备开始动手制作 把之前用不完的竹条 刚好今天派上用场了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 肯定有很多疑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买根水管 接过来不就行了吗 经济方面对安娜来说 比较困难了 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里 离世级是很远的 所以安娜用竹条制作竹管 是非常实用的 安娜在挖竹管的时候 腿短的小狗也过来凑热闹 看他在那里蹬腿真是可爱 不久安娜终于把竹管全部挖好了 准备开始接水工作 看得出来这工程有点大 不过竹管刚好够用 这不源源不断的自来水 接到了家门口 真是方便了许多 由于阳台稍微高了些 安娜又制作了了一个小台面 洗衣做饭都非常的方便又使用 真是小小发明大作用 这是安娜准备制作做饭烧火的地方了 不可能在外面烧火吗 但是在屋内烧火的话 直接放在主板烧 那肯定不行的 一次安娜挖了泥土 倒放固定好的区域 这样以后烧火 也不怕把房子烧了 也不要整得那么麻烦 在屋外烧火 下雨天气就更加麻烦了 然后把石头固定好位置 先烧一壶茶水 这空闲时间 接着继续搭建今晚要睡的床 这真是大家向往的生活 床搭建好了 躺在上面感受一下 感觉非常很棒 把卫生打扫干净 开始制作今晚的晚餐 手忙脚乱的的夜晚 终于晚餐做好了 今天的劳动成果 安娜非常的满意 吃饭也非常的香 今天她准备开荒一片小菜园 这样以后想吃什么青菜水果 都非常的很不错 在大山里早点起床干活 是非常的舒服凉爽的 安娜还没开始动手 老天就开始下起毛毛雨 安娜无奈只好又躲回屋里 等雨停了再继续干活 这样也好 泥土湿润好播种 雨停后 安娜一时半会儿也闲不住 把竹切成段 然后把它全部破开 木条不够 接着去附近砍了一捆回来 还好安娜速度快 不然在山上 可能要被雨淋湿了 刚到家雨就下 真是扶命好人漂亮又能干 一早上过去后 木条的材料安娜都准备好了 太阳也开始燥热了起来 闲不住的安娜 接着把围栏围好 用备好的竹片把它编织上去 这样可以防此以后养鸡之类的糟蹋 万一哪天小狗想不通 把安娜亲手种的菜给拱了 那岂不白忙活一场 安娜把菜园做好后 趁着下雨天气 把想吃的青菜种了撒了上去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长出青菜来 忙活了一天 安娜先洗了个便 真是爱干净的安娜 装得自来水竹管 真是方便又好用 直接站着洗不仅干净还凉爽 此时安娜先煮一些食物吃 坐在屋里享受着屋外下雨声 等待着种子快快发芽 今天安娜准备制作一些家具凳子 和吃饭的桌子 清晨 一场雨过后 安娜先去整理菜园 撒上去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 还多亏了这场雨 安娜先把菜苗区分开中 等它长大了个头不会差 要是不理不管让它们自己长 那是长不好的 接着种好的菜顺便浇水 有助于菜苗的生长 早晨家务都做完后 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需要做一些家具 由于每次干完活后 没地方吃饭 感觉非常的不方便 要是有一张桌子 和一张吃饭用的凳子 以后吃饭应该方便了许多 安娜先把需要用的材料备好 把该切的竹子都切好 以免制作的过程中 手忙脚乱的 真是个能干的安娜 一下午过去后 那材料准备得非常齐全 现在开始零件安装了 对接好每个竹条的孔 框框几下您能看得出来 它现在做的是凳子还是桌子吗 接着安娜试做了一下 感觉很好非常牢固 也没有嘎吱声 接着继续用竹片 把做的位置弄好 安装好背靠的位置 终于凳子做好了 以后吃饭就不用站着吃了 真的太方便了 此时安娜肚子有点饿 先煮点红薯吃 利用等待的空余时间 继续制作吃饭的桌子 同样的操作 只是长度不同而已 把需要用到的长度挖切好 相对的孔挖好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框框几下桌子的框架装好了 现在开始装台面 利用宽一点的竹片 整齐地放在上面固定好 今天安娜终于把吃饭的桌子和凳子做好了 全部纯手工的 这样的手艺真不简单 外观简约非常实用 坐着喝茶 这也太享受了吧 今天安娜准备搭建一间沐浴室 由于安娜每次沐浴的时候很不方便 每次还要到楼下才勉强洗了一下 沐浴露是没有的 不过山上有沐浴植物 安娜上山的时候有发现过 今天一早打算再去找找看 山沟边长了好几棵这样的植物 用它来搓澡是很不错的 泡泡的效果不比如今的科技沐浴差 而且对人体的皮肤保养得非常细腻光滑 回来时 安娜顺便砍了一捆竹子回来 用它搭建沐浴用的 以后洗澡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对着大太阳洗了 防晒效果非常好 安娜先把竹条设计好 顺便也把阳台的框架搭建上去 今天主要搭建沐浴室 把交接的地方固定好 利用竹片一片片的排放好 这样可以起到防晒防雨作用 屋顶也盖好了 安娜安心地打了几勺水 冲洗了一下脚上的泥 炎热的夏天 安娜早已迫不及待 准备开始沐浴更衣了 利用早上去拿回来的 天然沐浴露植物 在手上不断地揉搓 出来很多泡泡 然后安娜不断地 往身上揉搓洗干净 洗完澡后 安娜准备开始制作今天的晚餐 空余时间 去看看前两天 种的菜长得如何了 顺便给她浇浇水打理打理 瓜类的种子发芽的 比菜类的要慢一些 可能明天应该发芽破土而出了 谁能想到 门前的这条小河 能钓出好几条大鱼 钓到这么多鱼的同时 也耗费了安娜一天一夜时间 才得来的结果 早上天刚亮 安娜还发现自己感冒了 可能是昨晚夜钓的时候 受到风寒了 话说一场大雨过后 河里的水会大 河里的鱼自然也会多 听说今天安娜想吃鱼了 特意整了一根鱼杆 来到水池比较深的地方钓鱼 这钓一半天过去了 发现好几次鱼已经上口了 就是一直不上钩 这也说明了 野生的鱼比较聪明 接着到了深夜 终于鱼开始上钩了 看着个头很不错 明天安娜终于可以开昏的了 把鱼先放在水缸里 明天早上再把鱼整湿了 野生的鱼就是活泼 肉质应该是很美味的 要是今晚还早的话 安娜应该会把这些鱼全给绊了 今晚由于太晚实在太困了 明天早上再说 接着第二天 太阳冉冉升起 微凉的清晨 安娜裹着被子烧起火来 估计是着凉了 需要煮点草药 安娜知道 后院有一些能治感冒的草药 随手撇了一把 回来放进锅里煮 滴了几滴风油精 把裹在身上的毛毯 闷捂着整个人的身体 就这样熏着整个身体半小时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露出整个头呼吸几下 接着继续捂着 身体一直不断地冒汗 说明了效果很好 身体很快就恢复好了 此时安娜外敷后又内敷 终于身体完全恢复了 想让身体棒棒的 那当然是要多吃鱼了 安娜今天准备制作一餐 芭蕉叶包鱼 你们应该没这样吃过吧 首先把鱼处理干净 把佐料腌制入味 用芭蕉叶把鱼包裹好 放入锅里煮它15分钟 把这堆木材切完 刚好鱼也煮熟了 先去洗个手 准备开吃 一层层芭蕉叶扒开 看见鲜嫩美味的鱼肉 安娜先来上一口 真是一鱼顶三鸡啊 今天安娜准备制作水路大工程 在准备工作之前 清晨 安娜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终于今天想通了 准备去市集里 买一个发电机回来 利用门前的这条河水 推动发电机 由于离开市集的路程比较远 需要两天时间左右 今天安娜先把家务室做完 把需要放发电的位置规划好 才能安心离开这里 安娜先把菜园的草处干净 发现有一颗玉米苗 被小石头压住了 赶紧把它扶好 要是这颗玉米苗 小时候不被扶一把的话 等它长大了 应该长得很尴尬 安娜准备开始 自制水电基础发电机系统 先制作一块 能挡住水池的主板 没想到制作的过程中 还下起雨来 安娜赶紧跑回屋里 继续接着编制 一早上时间过去了 终于这块挡水的挡板做好了 把外衣脱掉 把水池里的石头 全部把它摸出来 一块块把它摆放好 让水池更好的积水盛池 接着把编制好的主板把放好 这样可以更好的挡水作用 下雨安娜就回去躲雨 等出太阳后 安娜又接着干 真是能吃得了苦的安娜 忙活了大半天过去了 终于水池基本做好了 看着上次安娜放养的鱼 游着那么欢乐 看来这水池真的很不错呀 两拳其美 一时半会儿 也停不住的安娜 后脚接着准备去市集里 买发电机了 本来今天不想带走小狗一起去的 看着小狗那么坚定地在那里叫着 最终安娜还是同意 跟他一起出一次远门 这把小狗乐得屁颠屁颠地 跟在后面 看得出来 这才是安娜最美好时光 今天安娜准备安装一台发电机 安娜终于去市集回来了 三天不见自己的竹屋甚至想念 我相信大伙们 也非常的想念安娜的到来了吧 安娜背回来了一个 比较沉重的一台发电机 准备利用这台发电机 通过下流的河流 催动着这台发电机 回到家 安娜第一时间先拆开发电机内部 是否损坏正常 看来是好的可以使用 这趟去市集花的钱不冤 先休息一会儿 接着去看看楼下的鱼塘怎么样了 顺路看看菜园长得怎么样 发现里面有小草 顺手把它全拔了 要不然到时候草长得比青菜还高 那就不好整毛 这时安娜才放心 去装发电机的位置看看 看来荒废很久的水沟 附近早已长满了杂草 沟里的洞也被泥沙堵住了 看来是要先把水送到这沟里 才好把泥沙弄出来 接着安娜继续搬了好多石头堵住 让水往沟这边流 半个小时过后 终于水往沟里流了 这腿短的小狗也兴奋呀 差点掉进水沟里去了 真是可爱天真 安娜接着用木棍 一直不断地捅着 终于水通了 流水沟口 还要把隔网放好 不然那些扎物什么的 把发电机卡住就尴尬了 回去拿发电机之前 先把电线排放好 把线都安装好 每个地方都不可以裸露电线铜丝 不然被电到 或者碰电就倒霉了 电线一接 发电一放 回到家里看看什么个情况 看看有没有电送过来 检查完毕 一切都很OK 灯一亮 今晚的晚餐有灯光 以后到晚上做饭都方便许多 有电之后 安娜非常开心 准备做一条鱼 庆祝一下今天的成果 把自己亲手种的青菜和香葱拿来吃 这也太享受了吧 这么能干的安娜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要是您也拥有这么优秀的安娜 你几点回家 今天安娜准备搭建捧瓜大棚 要是捧瓜藤稍微再长大些就不好整了 这个时候给她搭建一个大棚 今后捧瓜结果应该会好很多 要是不管她让她任由在地上乱爬生长 那肯定是不行的 斗角藤也是如此 清晨安娜先泡一杯咖啡提神醒脑 坐在池边喝着咖啡真是享受的羡慕 安娜去山上 背回一捆竹条回来 今天准备用这些竹条搭棚 先挖好洞 把竹条插进洞里固定好 把上面竹条都摆放好 用竹片把它绑紧 可能有很多老铁有疑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绳子或者藤条来绑呢 其实 这也是有讲究的 用绳子绑 可能一年不到就被氧化了 藤条绑就更不用说了 再说安娜身上又没多少钱 去买那些材料 做到这一步只能就地取材了 用竹片绑牢固又使用 接着安娜用竹片编织出梯子形状 放在捧瓜藤旁边 这就是小时候被人扶一把之后 再也不会活出尴尬的局面了 安娜还发现 他们长得太挨在一起了 特意把它移植 距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用泥土把捧瓜买好之后 用水灵浇上去 接着把编织好的主板安放好 今天的活终于大功告成了 接着安娜去检查一下 发电机怎么回事了 由于今早下了一场大雨 多多少少发电机 肯定会出现点毛病的 过去的路上 安娜打算搭建一个挡羽的小屋 盖好发电机 以免下次下雨 发电机进水了就不好了 果不其然 进水口处 被树叶杂物被堵了不少 那个催动口那里 也被树叶卡住了好多 还好今天安娜过来检查了 手摸了发电机 盖那里都开始发烫了 要是再来晚一点 可能这发电机真的要报废了 安娜急忙用树叶 把发电机盖好 一个下午过去之后 终于弄好了 回到家中看着灯光亮了许多 这免费的电能用着就是舒服 白天开着 也不怕因为交电费而烦恼 今天安娜准备在旁边 再盖一间木屋 聪明的安娜 利用河流运输木材 这操作真的太厉害了 安娜花费两天时间 就把木屋框架就搭建好了 清晨安娜先把需要的工具弄好 把宝刀磨得如此锋利 这样今天除草的时候会轻松许多 一早上过去旁边的草堆 被安娜清理得如此干净 但这一步操作大家不要学习 天气炎热 这样烧火容易火灾 人人防火安全幸福每一家 接着安娜把切好的木材方条 一根根放在河水里 不懂的人还以为安娜是个傻子 没想到吧 安娜很聪明 利用河水下流的动力 运输这一捆捆的木材 这样一来 搬运的过程中 省时省力许多 把木条全部搬运过来之后 安娜终于安心坐在那里 河口茶水松了口气 接着把合适的方条 放进挖好的洞里买好 太长不合适的木条 就用电锯把它切掉 有好的工具盖房子 真的会方便了许多 要是您拿刀在那里 框框一天又过去了呢 今天安娜刚好 把木屋主粮都搭建后 天已经黑得一片漆黑 安娜只好接着电灯照亮着周围 接着继续安装上方的主粮 您可别说啊 晚上干活比白天干活会舒服许多 在这深山里夜晚是很凉爽的 唯独不好的就是太黑了 干活有点不方便 方不方便对于安娜来说 已经不怎么重要了 现在安娜只想着 该如何尽快地搭建好 自己喜欢的木屋 到了深夜 安娜有点困了 先回去睡觉了 明天早晨接着干吧 第二天清晨 安娜早早地先忙着家务室 把地里的菜种好后 接着带着工具 继续干着昨天没完成的火 今天接着继续把它干完 今天安娜主要任务 还是接着把主粮搭建好 今后盖屋顶会方便许多 下面的地板 也都是用纯木板 一块块排放固定好的 您可别看着安娜 在制作的过程中如此简单 其实这很累的 一条木头都有二三十斤了呢 可能您就抬几根木材 就没那个心去做了 何况安娜是个女孩子家家的 这样的苦累活 都是安娜一人完成的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这样纯手工的木屋 您肯定也喜欢住 闲不住的安娜 今天接着搬运过来很多木板 利用这些好看又平整的木板 平铺在地板上和屋顶上 看起来非常的很不错 要是这样的木屋 让您住上一晚的话 那您可真是赚到了 在这么好的大山里 空气又清新 还有个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安娜陪着你 您想不美都挺难的呀 清晨 安娜先被一堆需要用到的木板回来 这些材料 无论质量外观都非常的不错 也耗费了安娜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但想拥有自己心爱的木屋 安娜只好直接亲手搬运过来 内心一想着 拥有自己喜欢的木屋 搬着这样的重活路 一点也感觉不到累 反而越做越有力 搬完木板后 安娜接着继续铺盖木屋的地板 叠放的木板非常的细心 一块接着一块平整放着 把它全部铺好之后 把边上多余的角料切掉 这样看起来整齐舒服许多 拉起木斗 用锯子一点一点锯出来 这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一早上过去 地板也就完工了 接着下午继续搭建房子的屋顶 也是用大一点的木板 一块一块地先搬运上去 看这操作工程 有点麻烦又繁琐 体力也必须跟着上才行 安娜爬上去 把木板一块接着一块铺上去 用钉子把两头固定好 预防木板掉落 要是不固定好住着也不安全 这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有些木板还是长了点 爬下来接着把它锯掉多余的 然后又爬上去继续接着安装 叮当了一下午 这屋顶盖着真不容易 劳累的安娜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接着又继续铺盖木屋的阳台 有个好的阳台想出来 看看风景不知又多么的享受 到了傍晚 终于简单地盖好了屋顶和地板 明天再把墙屋封闭好 漂亮的木屋应该大功告成了 今天安娜还是接着继续完成 昨天没盖好的木屋 今天接着加把劲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一定完成任务 把这间木屋盖好 这是算是最优秀的安娜了 仅用三天时间 就能完成这么好看的木屋 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日天蒙蒙亮 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安娜先去检查一下 新木屋是否正常 转了一圈没啥大问题 肚子有点饿呢 先去门前的水池里 摸一点螺子来吃 看着那个头有点大呢 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福寿螺呢 会吃的安娜 也是管不了那么多呢 起锅烧油 进出依然还是一样的产物 吃饱才有力气干活 拎起两捆盖膜 先把屋顶盖上一层防雨膜 要是以后下再大的雨 也不怕它漏雨了 安娜也是担心干活到一半 要是突然下起雨来就尴尬了 所以今天第一步 先把屋顶盖上一层膜 下再大的雨也不怕了 把膜盖好之后 下一步可以安心地 把房子的墙壁装上去 利用平整长度相同的木板 一块又一块地叠放固定上去的 这是细心活呢 还要靠苦力或才行 每块木板的摆放固定 都要定好位置 不然外观做得不好 那么这木屋最终的结果 肯定是丑陋的 看完安娜这纯手工 不得不佩服 每一块的木板固定恰到好处 小小的木屋 竟然还留有窗户 看来通风效果 也是做得很棒呢 安娜马不停蹄地叮叮当当了一天 就早上吃了一顿福寿罗早餐 也就努力地干到了现在 今天的木屋建造 也就差不多大功告成 疲倦的安娜坐下来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深深懒腰 随便整理一下屋内的木条 今天就先坐到这里了 明天打扫一下卫生装修一下室内装饰 过几天应该可以搬进去住了 疲倦的安娜 先去洗个澡 再怎么感觉到很累的安娜 卫生方面安娜做得非常好 第一眼大家是不是也看不出来 安娜这么能吃苦耐劳 这些房子肯定不是她自己盖的对吧 当您从第一集看到第十三集 您就知道安娜有多厉害了 今天安娜准备给木屋装修大门和梯子 安娜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 凭靠独自一人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里 用三天的时间建造出这么好看的木屋 今天是第四天建造这栋木屋了 清晨 安娜起得非常的早 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已经开始成熟开花结果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今后想吃点好的新鲜蔬果 顺手这不就可以摘来吃了呢 先煮一些充饥的食物的早餐 填饱肚子 放在火边烤的玉米 看起来非常好吃 要是我也在那里 跟着安娜一起荒野生活 这些玉米我要吃到饱为此 等待的空闲时间 先把家务卫生打扫干净 把大门需要用的木板长度良好 把多余的切掉 用电锯比较实用些 咕噜咕噜几下就切断了 就是有点炒 把切好的木板平放好 利用小的木板把它固定好 形成一扇漂亮的大门 好看的大门就这样被安娜做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很哇塞 质量方面肯定也是杠杠低 把门安装好之后 安娜继续制作 木屋门口的上下抬梯 只要抬梯安装好之后 进出门肯定非常的方便 先把木头锯出合适的长度 利用木板固定好 接着上面放上牢固的木板 利用钉子叮当叮当几下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简单的楼梯 细节做得非常好 长的木板就把它切掉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些 楼梯安装好后 安娜最后一步制作木屋的窗户就算完工了 这样的木屋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 走啊 咱们一起跟着安娜 过上这样的荒野独居生活吧 今天安娜为自己房子进行室内设计 设计安装漂亮的窗子 还室内安装了一张床和桌子 以后吃饭喝茶非常的方便 清晨 安娜先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 先给小黄吃了几块饼干 看着小黄已经长大了不少 接着准备去看看发电机那里 是否出现什么问题 路过看着自己亲手种的黄瓜 已经开始长出好几根青瓜了 等下看完发电机再回来帮他们除除草 怪不得晚上灯比平时不够亮呢 几天没来看 原来被树叶杂草堵住了不少 这是水变小了 催动发电机力变小了导致电弱了呀 接着安娜把它清理干净 还特意整理水路系统 这回电力应该变大了许多呢 回到菜园 顺便把地里的杂草清理干净 要是草长得比青菜还高 那这些青菜就白种了 就这么整了几分钟 这些杂草被安娜处理得如此干净 忙完这些日常家务小活之后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为自己的小木屋室内装修 安娜先安装门窗 以后在室内换衣服 或者睡觉之类的都会方便了许多 制作窗户用的材料 利用几片木板就可以制作了 把窗户形状制作好后 把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看 还得看安娜的一门好手艺 在这么简单常见的材料 到安娜手里 自然能制作出精美的窗户了 进屋之后 不可能就这么空荡荡的吗 安娜突发奇想 在室内安装一张舒服的床 以后吃饭睡觉都非常的方便 先设定好床的框架 接着量定木板的长度 把多余的边角料切掉 把边角打磨圆润光滑 看上去非常的美观 制作好后 安娜躺上去感受一下 自己亲手制作的小床 这真的也太舒服了吧 把屋内卫生打扫干净之后 坐在门口休息一下 看着远方的风景 脑子灵光一响 室内床边 要是再制作一张桌子 那以后吃饭应该会方便许多 安娜说干就干 一点也不磨叽 拿去工具直接在那里狂聚 木条上面固定上一块木板 安装好后 上面直接摆放一块大的木板就行了呀 真是简单又实用呢 把背包放了进来 看来今晚安娜这是准备搬进去住了呢 先整上一根鱼杆 在门前的水池里钓鱼吃先 今晚必须整点好吃地犒劳一下自己 今天我们一起接着看 安娜如何在雨林中建造小木屋后 制作烤鱼美食 这几条活泼大鱼 是安娜昨天搭建完木屋后 在门前水池钓道的 清晨 安娜起床之后 先看看门口的小狗状况如何 看着小狗应该饿了吧 今天想再晚一些再煮饭吃 今晚干活累了 必须把那几条鱼煮吃了 先整一点饼干早餐 给小狗吃垫垫肚子 今天安娜接着继续装修新盖的木屋 进行外观装修 外观装修漂亮了 再大老远看着也舒服 何况这是安娜需要在这里荒野独居生活200天呢 当然是要住好看一点的木屋呢 扛起一堆木条过来就准备开干 先把木条切好长度 屋顶是需要用上轻一点的材料 要是用木头的话 可能也不方便 有可能盖到一半 它就倒下了呢 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竹条就不一样 比较轻寿命还长 铺盖上去非常的方便 安娜制作阳台的围栏时候 小小细节大作用 看上去也非常的好看 今后摆上花盆装饰品是很不错的 今早的木屋搭建 先做到这里了 现在最重要 把昨天钓到的大肥鱼把它烤吃了 这鱼是真的大隔 看起来是痒的吧 不过确实是安娜门前那水池里钓到的呢 应该也算是安娜自己放痒的 先把鱼处理干净 改上花刀 把配料涂抹腌制入味之后 利用芭蕉叶包裹盐饰 放入火堆里烤熟即可开吃 安娜想吃鱼真不容易 一条这样美味的鱼 烤的时间也够久的 天都黑成那样了 小狗等了一天都被饿得头晕目眩 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叫老半天了 终于可以开吃了 这么大个的鱼头都是小狗的 真是一鱼顶三鸡啊 今天安娜利用水电能源 为机舱营地安装免费电力系统 之前那个电力系统 水稍微比较小了点 安娜用主板安装上去把薄膜盖好 这样水才会更好地往发电机水沟里流 得到更好的催动力 电力大了 才能攻得上新木屋的电灯用量 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烧一锅开始洗洗脸 再去检查今天需要完成的电力是否正常 由于安娜刚搬进新的房子 晚上开灯的时候 发现电灯亮的比较弱 检测了一下 果然电的压力真的不够呢 要是两边都同时开灯的话 那灯光根本亮不起来的 蹭着方便的大白天 先把这水电系统解决了 晚上有着灯光干啥都方便 安娜路过发电机水池 发现水池的流水动力比较小 在附近砍了一捆竹子回来 先把水上的杂物清理干净 把竹片编制成挡板的形状 这样可以更好的挡水作用 起到了将水流引入一台发电机 并通过旋转驱动发电机的转子 发电机就可以将水力转换为电能了 取决于水流的流量和水位的高差 水力发电机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 安娜把水电系统都安装好之后 回到家里检查一下电的输出压力 果然电压大了不少 今晚制作晚餐的时候 开着亮亮的灯光 享受着荒野独居自由与宁静 这才是荒野独居最顶级的生活享受 接着安娜为自己心爱的木屋安装电路系统 先连接好电路的开关总闸 把线路排放安装好 灯泡一装 刚好到了旁晚 打开电灯 感受着今天努力的成果 这样的荒野生活也太享受了吧 安娜去摘着成熟的黄瓜和四季豆 来制作今晚的灯光晚餐 把饭炒热之后 锅里继续放入切好的黄瓜和四季豆 经过安娜不断地翻炒 今晚的晚餐就吃这些了 自己亲手种自己吃 这才是最安全放心吃呢 要是您在外面买的黄瓜 看起来新鲜又好看 也许可能黄瓜上面 带有满满的科技与狠活呢 您看看 连小狗都吃得那么津津有味 今夜的晚餐是真的香呀 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打扫一下卫生 提起茶壶到另一个房屋 顺便也打扫了 屋内卫生清洁干净 打一壶干净的水 烧起火把水烧开 拿起锄头 把门前那片菜园除除草 长在菜里的小草就直接用手拔 南瓜藤也开始疯狂地爬掌 豆苗类的 已经开始爬满了整个菜园 接着安娜继续给她搭建更大的大棚 等她全部爬满了整个棚 应该会长出好多的果实 忙完了家务事 安娜先打磨一下电锯刀 好几次发现切木条的时候 都感觉有点不利索 检查一下油量 还好是满油的 接着把门前这一堆多余的木头 全部切成段 搭建门口的围栏 这样要是到了深夜时 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安装这样的围栏 房子从上面掉下来弄伤自己 不仅安全还好看 此时无聊的小狗 在那里兴奋地翻了地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十几天过去了 小狗已经长大了不少了 安娜还把楼梯边 制作一个可以种花的地方 看起来很不错 制作好花盆的框架之后 用铁铲打了几勺 比较松软的泥土 把它填满 接着安娜继续扩张了一下 水池房边下 经常发现 每次过这里都不方便 差点掉进水里呢 把切好的两根木条 插进水里固定好 放入木板 接着用泥土把它全部填满 弄好了 以后过路这条小路 洗衣服玩水啥的都很方便 要是这样的荒野独居 让你一人生活 你愿意吗 垫是自己安装的 鱼是自己养的 菜也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 这里的每一样生活中 需要用上的都会有 你不用担心 嘈杂城市中的各种噪音和干扰 你可以坐在花园中享受阳光 听着鸟叫声和风声 悠闲地度过一整天 安娜独自一人种植蔬菜 和自己养育 在森林小木屋里自由生活 每天有只小狗陪伴着 也感觉不到无聊 肚子饿了 就在自己盖的DIY小木屋 做着自己喜欢吃的菜 充满繁华的世界大城市里 这不就是大家向往的 宁静自由的生活吗 安娜接着继续铺上 昨天没铺好的地面 今天她想在这里 种下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这种蔬菜看起来有点像包菜呢 你们家这种叫什么菜呢 安娜还把蔬菜种在楼梯旁边 昨天制作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里是种花用的呢 看来是我想错了 不过拿来种蔬菜 也是不错的选择 悠闲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深夜 明亮的灯光下 安娜正在准备制作着 喜欢吃的晚餐 水池里的鱼长了好大个呢 今晚安娜又抓了几只 来整一份晚餐 先把鱼处理干净 由于平底锅太小 把鱼切成两段 方便煎鱼 此时小狗闻到扑鼻的鱼香味 瞬间梦中清醒 煎好的三块鱼肉 安娜给小狗吃了一块 自己吃了两块呢 上面还搭配着自己种的黄瓜 一口下去解腻又香的鱼肉 真是越吃越想吃 吃饱后的安娜 今晚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了 第二天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 先烧一壶开水 到后院栽了一点茶花 拿来泡茶 蹭着水刚好烧开的时候 把茶叶放进去泡 泡好之后倒入杯中 点缀几朵新鲜的茶花 喝完了茶 安娜先给昨天刚种的蔬菜浇水 才安心地去山上寻找点野味 在山里穿梭着 顺便检查一下水路系统 在附近发现了好多的野菌固 安娜开心摘了好多菌固回来吃 放盆里清洗的过程中 不小心踩断了几块主板 此时安娜肚子有点饿 先不管它 先整点紫鼠冲击一下肚子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接着安娜先量一下长度 把量好的木头切成木板 大半天过去 安娜切出来好多的木板 把它全部搬过来 重新翻新一下那个位置 直接用木板平整叠放上去固定好就可以了 这样以后走在上面 再也不怕踩断它了 这样的木板寿命应该会长些 铺好之后 把多余的边角切掉 水缸一放 这里翻新也就算完工了 一天的时间不多 这里整一下 那里整一下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呢 此时安娜接着又开始制作今天的晚餐 把今天在山上找的很多菌固清洗干净 把它放进锅里炒香 放入自己种出来的四季豆和牛肉 这么好的美味菌固晚餐 当然也少不了小狗一份 那新鲜的菌固晚餐吃得老香了 在繁华的大城市里 可能花再多的钱 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好的纯天然菌固来吃呢 今天安娜想搭建一个柴火棚 烧火做饭就直接有现成的干柴 这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呀 清晨 安娜先准备好柴刀 先把刀磨锋利一点 待一会砍木头的时候不会那么累 喝了口水 顺便喂小狗一块饼干吃 不是哦 应该叫它小黄了 都长这么大个了 以后叫小狗多干大呀 安娜换上工作服带起工具 来到合适的地方 先量一下地基需要的长度 准备先把地基挖好 这几个坑也花费了安娜不少的体力和时间 一早上过去才挖好这几个小坑 看起来很不容易呢 完工之后 安娜顺便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小黄也是闲着很关心主人呀 趴在面前等着主人给他抓虫子呢 安娜无处安放的双手 往哪巴拉呢 看着我都很不好意思了 此时小黄也正享受得不知有多舒服 安娜休息够了 准备上山砍木材了 这小黄也屁颠地跟着玩似的 一下午过去 木材是找到了不少 可这些木材实在是有点重要 还好在山里比较陡山坡里 安娜慢慢地一根根扔下来的 幸运还碰见可以吃的植物 撇了一点 等下搬完这些木材坐下来慢慢吃它 搬完木材累了 到菜园里 顺手摘了一个黄瓜 来吃解解渴 这也太舒服了吧 黄瓜这样吃才好吃呢 要是平时不干活就摘来吃 感觉是没什么味道的 只有这样吃过的人 才懂是多么的美味 接着安娜把良好的木材 把它聚出合适的形状 按顺序把它安插好 挖好的坑木材放进去刚刚好呢 安娜这数学算得不错呀 把泥土石块填满就牢固了 接着量好屋顶的长度 把木条切断 上面下面都把木条横架上去 此时柴棚整体框架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安娜用竹条全部铺满 把它全部固定好 做好现在就差盖屋顶了 盖法跟竹屋一样 找了很多这样的大叶子回来 按顺序把它平铺上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看起来很简单 盖好柴棚之后 没有烧火用的木材 是不是有点小尴尬 不要着急 安娜这不开始用锯子 慢慢地锯了一堆木头了吗 把它全部整齐摆放上去 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这可把安娜累得四肢无力呢 疲倦的安娜一时半会儿的闲不住 接着还把院子里的菜园 洒了一遍水 这样的安娜 在这么宁静的荒野里生活 也是一种人生顶级享受呀 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人 独自一人建造出漂亮的木屋 还在深山幽谷中 打造了梦幻庄园 这几天安娜寻思着自己养的小黄 一天比一天地长大 最厉害的是 安娜居然给小黄建了个纯木小屋 做工非常精细 甚至还打造出木屋的形状 看起来有模有样 小黄搬进去住之后 再也不想跑出外面睡了 上级安娜建造了一间柴火棚 这次又给小黄搭窝 真是闲不住的安娜呀 鸟语花香的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 先给花浇浇水 接着又去菜园里 把地里的菜全都浇水了个遍 这是安娜荒野独居日常常食 想要吃上新鲜的蔬果 你得必须勤劳 安娜顺便摘了一点菜 拿回去煮吃 这么新鲜的四季豆和黄花菜 大家有没有被羡慕到呢 在喧哗的大城市里 这样的蔬果 估计这很难吃得到吧 安娜吃完了早餐之后 这是准备开始完成今天订的任务了 把良好的木头 用锯子切成片 这也花费了安娜不少的体力和时间 这样切的木板 一定要有耐心和体力才行 手上拿着电锯已经很重了 锯出木板形状的时候 还不能切得太着急 不然前面的努力 可能几下就白费了 把木头切成很多木板之后 安娜取来了一堆木板过来 开始安装制作小黄木屋的主体结构 先在框架上放置好木板 把交叉的地方放挖好凹勺 使木板交接出 更好的互相稳固 底部做好了 安娜先拿到小黄喜欢睡的那位置 接着继续用设计好的木板 接着叠放上去 把门口那地方多余的木板锯出来 上面再盖上有形的木板 接着盖到了屋顶 这时小黄已迫不及待 先跑进去体验一下 自己新木屋有多舒服呢 安娜看见了 还假装没看见的样子 一副认真的样子 一直在那里帮小黄搭建木屋 接着 安娜先把木板的长度量好 慢慢一块块叠放上去 用钉子固定好 屋顶上盖上去的木板 显得这间小木屋看得有模有样的 终于这样小黄的新木屋做好了 这样的小木屋 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呀 这还得多亏了安娜 有着这么好的工匠手艺 换做是我们能做出来个啥呢 此时小黄老开心了 一直在那里打滚 乐呵得很 安娜让她先进去住着 体验一下五星级小木屋的感受 看得出来小黄非常的满意 接着小黄跟着安娜 去烤红薯吃吃鲜 饿了一天了 小黄肚子也应该饿坏了吧 就这样安娜的荒野独居 又这样的简单 过上了一天美妙的生活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能干的女人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看着门前远方的风景 带着菜篮先去摘青菜 今天安娜准备盖厕所之前 先制作一罐酸菜 制作酸菜的食材青菜叶 也是有讲究的 必须用这种老叶子来制作 做出来的酸菜 那才叫酸又好吃 把摘好的青菜叶子 先清洗干净 接着把洗干净的青菜晒软 要是新鲜的青菜直接拿去做 那是不行的 效果肯定是不好 这是个小细节呢 做好笔记哦 在等待的过程中 安娜先去做其他事情 在木屋旁边进行的地面改造 防此下雨的时候漏进屋内 把后面挖大一点 地面平了 放点木材什么的 会方便许多 一早上过去 安娜把这里活干完之后 去检查青菜被晒的效果怎么样了 果然 青菜被晒得刚刚好 这时可以开始制作酸菜腌制步骤了 把青菜切成段 方便放进罐子里 叔叔阿姨们 你们在腌制酸菜到这个步骤 要注意小细节哦 青菜不能碰油油或者腥味的 一定要干净的清水泡哦 想要效果最好 里面可以倒入烫菜的汁水 你还可以倒点煮饭的米浆 两天就可以吃了 接着安娜制作好腌制酸菜后 准备先制作今天的午餐 今天的午餐也是比较简单 最近门前的鱼吃小鱼 多得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安娜这次也是豪横一把 煮的量也有小黄那一份 简单地进行腌制 放入点佐料 塞进竹筒里 放火边蒙火烤半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安娜扛起工具 走去搭建厕所的位置 先把大小地基挖开 利用铁铲 慢慢挖出很大一个坑 这大坑也耗费了安娜一下午时间呢 还好安娜是先吃饱饭再干活的 要是饿着肚子干活 应该干到一半就不想动了 接着安娜休息够了之后 抱了一捆木板过来铺盖上去 铺好之后 把洞口那位置先画好 画出一个合适的圆 然后把它挖出来 这物理化学都要懂点才行 不然这做出来肯定是不像样 接着安娜又把泥土铺盖上去 把它打造出一个台面 这时安娜可以安心地继续搭建框架了 先把木头设计好 上面用轻一点的竹条搭建固定好 然后接着用竹片编制 看起来非常牢固 安娜在上面爬着都没感觉到摇晃 差不多到了下午 今天安娜感觉到非常劳累 需要休息一下 今天再怎么忙的事 明天再说了 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安娜独自一人荒野独居 建造出梦幻庄园 看似小小菜园简单生活 却是大家梦想中的梦幻庄园 这些房子和菜园 是安娜用一百天时间 一点点打造出来的 今天安娜主要任务 就是接着建造一间厕所 昨天安娜已经把整体框架和坑都做好了 微凉的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扛起工具 就往建造厕所位置那里走起 先用筒搬运沙土过来 第一步 安娜准备先加固一下厕所的地板 利用水泥平铺好 这些水泥 安娜花费了不少的人力和财力才弄到的 说出来话长呢 还是不说为好 大家看着安娜这么努力干活的份上 帮点点个小红新加关注吧 谢谢叔叔阿姨们了 我们接着讲 安娜去河边打了两桶水 把他们搅混在一起 就可以进行平复厕所台面了 这工程确实有点耗费时间 一早上的时间 安娜才勉强把它全部干完 把地板敷得很平整光滑之后 现在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就交给老天了 安娜先回屋里做吃的垫垫肚子 渴了就喝喝茶水 无聊了就逗一下小黄寻个开心 一中午过去 先去检查地板干的程度 用手摸了几下 成了 可以接着继续做下一步了 安娜先去找好多的树叶 这样的树叶很好盖屋顶的 寿命还长方便又好用 就没用多少这样的树叶 安娜细心整齐铺盖好 不一会儿地攻附厕所的屋顶 也就完工了 现在最后一步就是把厕所的边给围起来 果然老天还是挺心疼安娜的 又开始下起雨了 安娜只好先回屋里躲雨休息一下 等雨停了再接着干 光休息着有点无聊 又感觉有点饿 安娜想着 要不先煮点土豆来吃吧 这样的黑土豆 大家有见过吗 这可是好东西呢 这是土豆中的劳斯莱斯 好吃的不得了呢 雨停了安娜忙碌的身影 又开始继续接着盖厕所 改切了很多的竹子 把它全部破开 然后把它编制好 现在可以把木板拆开了 准备安装厕所的墙壁 就这样把编制好的竹板 安装固定上去就行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门口设计安装好 这效果是不是看起来很不错 以后拉欧里给再也不担心满山跑了 安全又方便 就是看着那个洞有点小呢 上厕所还得有点技术含量才行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 独自一人在野外生存三年时间 凭借着勤劳的双手 过上了无忧无虑宁静的生活 清晨的阳光明亮透彻 阳光正好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先制作今天的早餐 烧起了火 清烟从屋顶缓缓飘散 安娜忙碌的手脚正在处理着一堆木薯 先把这些木薯进行削皮 接着把它磨成碎渣 安娜磨出了好大一碗后 再把水分挤出来 看到这里叔叔阿姨们知道 安娜做的是什么美食吗 咱们接着跟安娜的镜头往下看 安娜先把磨好木薯之水 放一旁等待沉淀 有点大颗了 已经趴倒在地面上了 要是这个时候不服一把 那等它开花结果的时候 不会长出多少果实的 安娜给它搭个棚 在上面让它任由爬上去就可以了 接着安娜回来检查 木薯粉沉淀效果怎么样了 摇晃碗看看沉淀效果很不错 成了 接着可以继续制作下一步烹饪了 起锅烧油 把木薯粉倒进平底锅里 慢慢煎至两面金黄即可食用 每次做的食物都会有小黄的粉 安娜人真的很不错 吃饱了早餐 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制作砖块 我这么一说 很多人肯定不相信 在这样的无人的荒野里 怎么可能有砖块 咱们接着往下看 没什么不可能的 安娜先挖了好多细砂 搬运到比较平的地面 接着放入水泥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 安娜发现 厕所台阶那里还有点漏破 顺便也把它补好 把搅拌好的水泥 放进模具里压紧 就可以制作出砖块了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好看 安娜今天制作出了好多的砖块呢 等它全部干透凝固之后 就可以拿来盖房子了 这个问题安娜也是想了很久 就是工程有点大 今天安娜也是先实验一点 看看感觉如何 没想到 就制作了这一点砖块 很快耗费了安娜一天时间 要是盖一栋房子 这工程可想而知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了 不过安娜是非常勤快的一位美女 一天不干活 浑身难受呢 安娜制作好了一批砖头之后 后面的时间就交给等待 闲不住的安娜 接着今晚需要用到的柴火全部劈好 晚上烧火做饭会方便许多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能干的女人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 先去检查昨天制作的砖块 凝固的怎么样了 把昨天制作好的砖块进行的翻面 今天太阳比较大 应该再晒一下午 这些砖块应该干透可以使用了 今天安娜主要任务 还是要接着继续制作更多的砖块 这一点砖块是不够盖一栋房子的 想要制作出更多的砖块 先把做好的砖块搬运到一旁 把它放在太阳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这些砖头也是比较重的 比一般的砖块重许多 一块砖大概20斤这样子 搬运这一堆砖头 也耗费了安娜不少的体力呢 要是安娜有个男朋友帮忙 不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搬砖就让男的来 安娜在一旁看着就行 可现实不那么如能所愿 这样优美的梦幻庄园 全靠安娜独自一人 日月累积一点一点打造出来的 安娜忙碌的身影 不断地一直搬运着砂土过来 把这些砂土搅混之后 接着继续用模具制作出更多的砖头 制作砖块的手法是多么的熟妹 今天制作砖块的数量 用的时间比昨天快了许多 仅用了一早上时间就把它全部做完了 你以为这样子就完事了对吧 一般人都是要先休息一下 再去做其他事情的 安娜不同 安娜心想着 如何更快地建造出更多的房子 疑似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刚做完这件事情 又接着做下一件事情 您说这是不是最能干的安娜就完事了 应该今天再制作最后一批的砖头 就可以够用了 明天就可以用这些砖块盖房子了 安娜一想到 以后在这样的梦幻庄园 也可以盖出好看又牢固的房子 不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 心中有梦想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越做越感觉不到累 安娜制作好砖块之后 先把木屋的房梁搭建设计好 上次安娜把这里挖开 原来是别有用处呀 当时我还以为 安娜这个位置挖开 只是用来装一些木材呢 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 还可这样盖房子 安娜先把框架固定好 看得出来房子的框架模样 也就呈现出来了 屋顶框架搭建好 安娜接着把屋顶 需要用到的木板先设计好 明天盖的时候会方便许多 过两天再用制作好的砖块盖好 制作一些烧火的地方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这才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安娜用了两年时间 在深山幽谷中 建造出梦幻般的庄园生活 不仅种出自己想吃的青菜 还为庭院通上了不需要交钱的电费 安娜简直是个活着的百科全书 各种工具急于身 一身自带十八般武艺主角光环 不仅能让你认知到 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还能唤醒你荒野奋斗的心 微凉的清晨 河水飘着一层白茫茫一片烟雾 微弱的灯光 暖罩着安娜的木屋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制作着今天的早餐 把昨晚没吃完的剩饭全部炒完 此时安娜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看来安娜自己亲手腌制的酸菜 非常的成功 用酸菜和米饭一起炒着吃 简直就是绝配 酸爽下饭吃了还想吃 安娜还特意煎了两个鸡蛋 也有小黄那一份 真是对自己的小黄 如同姐妹一般的待遇 要是哪位命好的帅哥 遇见了这么好的安娜 简直就是祖坟冒清烟 安娜吃饱饭后 先把这几天需要用到的柴火劈完 饭后的干活竞争真的很棒 不一会儿的功夫 柴火劈满一大堆 这一堆柴火 应该够安娜一人用一个星期了 接着安娜把昨天制作的砖块 进行翻面晒干 这一堆水泥砖 应该够盖一间小屋了 整理好砖块后 安娜心想着 昨天木屋后面 需要盖间小屋框架 做到了一半天就黑了 今天刚好时间还早 接着继续把它干完吧 安娜先搬了很多 昨天切好的木板摆放上去 待一会儿 把这些木板铺盖固定上去就行了 安娜爬上去的动作非常麻溜 胆子够大的 一般的女孩子爬上去后 可能腿就发软了呢 害怕得四肢无力了呢 果然女强中必有女强人 能干又漂亮 安娜盖好了屋顶 又接着整理地面 把它铺得更加平整 用筒搬运了一堆泥砂过来 今后安娜也可以拥有水泥地板的房子了 这工程有点耗体力 我敢说现在的女孩子一般干不来 可能搬运几桶泥砂就气喘吁吁了 安娜就是厉害 把泥砂搬运过来后都不带休息的 急忙赶工把泥浆铺平整后才安心休息 一下午过去地板也铺好了 今天安娜在她家附近 需要建造一个生活中需要用上的壁炉 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去检查昨天工作的成果 走在昨天铺好的水泥地板 效果非常满意 第一步准备先把制作好的手工砖 先搬运一点过来用 由于砖头有点重 安娜只好两块砖同时搬运过来 拿多了太重搬不动 跑了好多趟 一堆的砖块也就搬得差不多了 安娜一个人 在这样的荒野田园 过上这样的生活 每天都在不断地努力 打造建更好的梦幻搬的田园 也是够辛苦的呢 要是有个男人陪着也好呀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思来想去 我认为 这才是安娜最厉害的女强人 可能很多大老爷们还不如她呢 不过这样也好 才能显得安娜一身18般武艺样样精通 动手能力非常强 接着下一步 用细砂搅拌水泥 这一步是个小细节呢 砂土太大 泥浆粘粘黏效果不好 首先把砂土筛洗 然后把地板边上的木板清理出来 等一下盖壁炉会方便许多 把要盖壁炉的位置挖出宽一点 待一会儿叠砖块好叠些 把筛好的细砂 放入水泥搅拌均匀即可使用 先用砖块盖出壁炉的形状 位置也是要选好才行 钥匙盖在里面 位置不仅小还不方便 把它盖在外面这个位置烧火会方便许多 防火安全意识也比较好 安娜盖壁炉是多么的减压 大家注意把这里看完 安娜把壁炉设计好之后 把多余的砖块继续把旁边的墙壁整齐盖好 这样今后泼上的那些泥土 再也不会掉进屋内的水泥地板上了 这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忙活了一天 今天制作的壁炉也接近尾声了 明天我们等着看成果吧 辛苦了一天 安娜肯定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 准备整一顿自己亲手种的青菜 无药物科技与狠活之类的 吃的也放心 既能安心 吃饱了还可以享受着 大山里的荒野宁静的夜晚 静得让人羞身养性 要是你也烦躁了 城市里的勾心斗角 喧闹的大街上喇叭声 那你也不妨尝试着 过上这样的田园生活 经过一晚的风干 壁炉的表面 已经变得可以使用了 虽然刚铺的砖块和水泥表面 还没完全干燥 但为了加快厨房建设 安娜开始了厨房建设筹备 当你还在羡慕安娜的田园生活的时候 安娜忙碌的身影 已经开始了工作 由于今天是打算修改壁炉 和装修建造厨房 把细筛的石子和水泥搅混在一起 充分搅拌后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把靠墙那一面的墙壁 屋内靠山坡的那面墙经过改造 看起来也变得好看了许多 好手一级好看的安娜 一早上就完成任务的差不多后 此时开心对着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 给了两大拇指 也给了自己鼓励两个大拇指 下一步 安娜还要为她安装着明亮的电灯 在黑暗的厨房角落里 依然很清楚地看见安娜忙碌的身影 在那里细心地在安装排线电灯系统 装好了电线和灯头 回屋里先把线路通上 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 电工技术安娜也是一流的 发现通电之后怎么灯还是不亮呢 一猜一个准 直接去总发电机位置查看问题状况 此时天色已开始变得昏暗 苗条的一身红衣 安娜在河边穿梭着 来到了发电机位置 路过水池位置 没发现漏水现象 可能是转子位置被杂物树叶堵住了 电筒一照 把发电机拿起来检查看看 果然 扇内部已被很多树叶堵住了不少 怪不得灯不亮 原因是找到了问题了处理了 昏暗的夜晚 安娜打着手电筒原路返回 顺手拿起一捆披好的干柴 拿进屋内 顺手把灯全部打开 夜晚在这样的田园荒野生活 是那么的宁静 也是很多大城市里的叔叔阿姨们的向往生活 此时夜晚 安娜开始制作今晚的美食 利用建造装修好的壁炉 准备开始点火 烟火也开始从炉口慢慢飘出 火烧得很大之后 安娜先烧一锅开水试一试效果如何 果然有个好的壁炉 烧火做饭会方便许多 此时宁静的深夜 安娜也就开始进入睡眠阶段了 为了深夜能用上免费的电灯能源 安娜亲自动手保养维修发电机 让田园中的深夜添加了光亮 哪怕独自一人 也愿意过上这样的生活 深夜再怎么黑 至少有灯光陪伴着 原本一人到了深夜 感觉有点害怕 有了灯光之后 内心会更加有安全感 上级安娜装修建造了壁炉和洗澡间 今天安娜准备装修保养一下发电机 微凉的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给菜园里的青菜 先浇一遍水 有利于青菜的生长 刚浇完了水 突然发现房子的环境卫生有点差 拿起扫把就开始从屋内扫到了屋外 利用昨天刚制作好的壁炉 先烧一锅开水 至于用来干嘛 咱们放最后讲 昨天安娜去检查发电机的时候 知道发电机接触水时间过久 发电的动力比之前小了许多 再加上平时杂物树叶之类的经常卡住 今天早早的一天 安娜先把发电机扛回来 维修保养一下 放在宽阔的门口位置 先把盖子打开 刚好这个盖子可以装放螺丝之类的 以免丢失掉落 本想着把它修好的 要是掉了某个螺丝 或者哪个零件的 那就得不偿失了 安娜把转扇拆出来 发现里面的转杆珠子 已经磨损不能用了 安娜想到了更好的维修办法 把它不喜欢穿的拖鞋底 切成一个圆 接着把中间掏出一个洞 再把转杆里面抹上润滑油 这样可以有利于降低磨损转的动力 也会更加的顺滑 接着又把它装为原样 一个螺丝 一个孔细节方面必须地做到位 装修好了发电机 下一步就是把它扛回去放好 你可别看安娜咔咔几下就修好了 这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呢 一下午就过去了呢 安娜一天还没吃饭 就倒过这发电机肚子都饿很久了 要是白天不把发电机装好 到了深夜黑漆漆的 干啥都不方便呢 把线路接好 发电机放下去 电机的动力果然变大了不少 安娜回来 顺手抱了一捆干柴 回来烧火做饭 烧水洗澡 天还没黑 就看见每个房子里挂着亮亮的电灯 看起来感觉是那么的奢侈 放心这不需要交电费的 随便开 接着安娜烧好了炭火 把腌制好的猪排放在火边 一边烤着 一边去壁炉那里烧一锅开水拿来洗澡 有好的壁炉烧水的效果就是好 肉还没烤熟 水就已经烧开了 安娜肯定是先把早洗了 再吃晚餐呀 把烧好的开水倒进大桶里 在自己盖的澡堂 享受着暖暖的开水洗澡的温度 这是多么的享受呀 洗完澡后 还可以顺便烤一下火 暖暖手 天也黑了 安娜过来看看猪排烤得如何了 这不就刚好吗 金黄诱人的烤猪排 安娜肯定是美美地享受一番 打开着情调的彩灯 氛围感肯定是好的 小黄也有份 为了方便洗澡冲凉 她利用了自己手工砖块 建设了一个壁炉和洗澡间 她就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 看完安娜的荒野建造手艺 能让你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 每时每刻都能唤醒您奋斗的心 一场雨过后的清晨 清凉的屋檐下 衬托着是那么的如梦如幻 新的一天开始了 经历了十几天的建造 安娜已经开始住上更好的房子了 从简陋的竹屋 住上漂亮的木屋 这些都是安娜一点点建造出来的 开始这间木屋 也只是个单间的木屋 现在后面也开始有了 一间方便的枣间和壁炉 今天安娜主要装修壁炉外观 还打造了一个橱柜架子 今后吃完饭的网筷 放在上面肯定很不错 把筛系的沙土搅浑之后 把它敷在壁炉外观 这样以后看起来 壁炉就不会感觉到简陋了 大家快看 安娜装修好壁炉外观后 是不是看起来高档大起了许多 这还没完了 为了更好的厨房挡与效果 安娜接着用木板制作一块合适的挡板 固定好合适的形状 把它安装上去即可 为了防此不牢固 细节方面做得非常到位 利用两根比较牢固的木条支撑固定好 这样也更好地形成了厨房的家常版 为了得到更好的排烟效果 安娜利用竹筒来制作烟管 上面挖出合适的圆栋 简单安装上去即可 效果非常好 安娜把自己的手艺表演得淋漓尽致 每个位置的细节 设计的堪比完美至极 橱柜的设计更加完美了 简单的几块木板 就能设计出这么好看又实用的橱柜呢 接地面的位置就用水泥把它敷平整 还能更好地固定橱柜位置 看上去还那么地美观 一股白烟从烟囱口排出 厨房壁炉边 还摆放了安娜喜欢的花盆 这样的厨房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到了夜晚 在这样无人的田园过夜 您也不用担心黑暗的烦恼 这里有灯光 这是免费的灯光 住上这样的房子 你也不用担心各种大街上的繁杂的噪声 一个人住着是那么的宁静 岂不美在 为了更好的方便行走门前的小路 安娜利用水泥制作出了一条小路 起床后的安娜 收拾门前一堆木头 利用锯子把它们全部切完 接着还劈完后 整齐摆放保存好 这一堆劈好的干柴 应该可以够安娜用个把月了 安娜先把门前的平地清理干净 待一会儿方便铺垫水泥路 无聊的小黄也过来一起帮忙 虽然不会使用工具的小黄 利用自己锋利的沼子 刨出了一个很大的坑 累了就静静地在一旁自己玩耍 显得小黄悠闲得不是一般无聊呀 新买回来的水泥 立马就要全部用上了 把筛好的细砂经过安娜的搅拌后 下一步就可以放入水搅拌了 还好使用的水很方便 在门前的水池里用桶装过来就可以了 可以帮助安娜节省更多的时间 虽然这样的活有点脏累 安娜干活的身影依然是那么的羡慕 经过一早的努力 现在开始接入铺垫流程了 把搅拌好的泥沙放入模具里 把每个位置都灌满 慢慢地把模具取出 这样的水泥小路 您喜欢吗 不仅好看一操作 铺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除了搅拌水泥比较麻烦些 安娜制作的每一块的水泥板都非常的细心 不足以每一条需要走的路 全铺上了水泥板 这样的田园生活 你羡慕了吗 你也心动了吗 今后下雨天想过去其他房子什么的 再也不怕鞋子被弄脏了 铺好了水泥路 安娜刚洗完身上的泥土 回到屋中 发现屋里的电灯光变弱了许多 肯定又是发电机位置出了问题 为了深夜的时候 享受着明亮的灯光 安娜决定扛起锄头 再次去检查一下那里怎么个回事 果然 进水口被树叶堵住了不少 为了能让水流得更大一些 安娜把里面的石头挖出来 让水往这边流得更大一些 接着重新编制了一块主网 这样的小核树叶杂物之类的太多 编制这样的网 能够挡住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安娜回到家中 果然电灯亮了许多 效果一眼就看出来了 此时安娜有点饿了 拿起鱼杆 看看之前养的小鱼怎么样了 顺便钓几条来开一下婚 要是你也喜欢安娜这样的田园生活 记得帮忙点个关注和小心心 谢谢 安娜回老家半个月时间 今天她终于又回到之前建造的木屋生活了 此时的小黄已经长了好大个了 每天寸步步离屁垫跟在安娜身后 这样也好 安娜独自一人荒野生活 也感觉不到无聊 这次安娜又抱回来一只小狗养着 也许一只狗有点感觉无趣 两只养着 今后兴许可能生出更多的小狗呢 要是资金有点紧的话 还可以售卖出去 能顶点燃眉之急 安娜先把身上的行李放好 投喂几块饼干 先给小狗先吃点甜饱肚子 东瞧西瞧周围 顺便瞧瞧佛手瓜棚 此时瓜棚已经长出了很多的佛手瓜了 这种佛手瓜 我只见过小的时候家里有种果 只要搭棚之后长的果实确实非常多呢 我还记得 当时我老爸还把它拿去市集里卖 换来的钱拿去买肉吃 小时候家里穷 想吃一顿有肉的饭菜 真的很难得 现在长大了 我再也没有吃过 这样得佛手瓜了 接着安娜把屋里卫生先打扫一遍 菜园里的杂草半个月没人看管 这草长得比青菜还高了 看来梦幻般的田园 一日没有安娜的打理 回归大自然变化是多么之快 一下午过去 安娜把菜园打理井井有条 此时慢慢开始回归 如出梦幻般的模样 利用壁炉烧起火之后 安娜肚子饿了 肚子也开始说了实话 今天的活也就先做到这里了 把刚才挖到的红薯准备全部拿去吃 蒸红薯的分量也加大了许多 心想着 两只命好的一大一小的狗 遇见好心得安娜 也是他们的福分呀 不像我们 忙碌努力了大半辈子了 还没遇见这样的命中注定的人 也真是为自己感到悲哀呀 接着安娜利用蒸红薯等待的时间 进行地保养一下发电机 把里面抹上润滑油后 扛起机子到发电站位置 进行地安装接通电源 进水口的位置 把树叶杂物清理干净 这样水才流进来 大一些电力才会大 回到家中 昏暗的旁晚 安娜打开所有电灯 壁炉还可以这样烤肉 实在太方便好用了吧 把蒸好的红薯拿出来放在碗里 等一下一起拿去吃 坐在自己制作的桌子 吃着自己种的红薯 享受着有颜色的灯光夜晚晚餐 这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呀 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安娜独自深山幽谷中独居两年 不仅种了很多新鲜的蔬果菜园 还给小黄搭建漂亮的小屋 更是亲手建造了厨房和壁炉 在野外过上无忧无虑自足田园生活 今天安娜打算把菜园重新翻种一下 把成熟的包谷 把它全部采摘回收 虽然看着包谷的个头比较小 但用来养鸡鸭什么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也是安娜亲手种来的收获 不再孤单的两只小狗 虽然傻也没帮上什么忙 不过陪伴 已经是对安娜最大的帮忙了 两狗陪伴 此时菜园里的氛围热闹了起来 安娜收一大篮子的包谷后 接着把菜园里的杂草 全部清理干净 经常在家干农活的叔叔阿姨们 肯定有点疑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些杂草 用火把它全烧来当肥料呢 其实安娜也想过 但这操作过于危险了点 就为了种点吃的不小心 把这山里给烧了 那岂不得不尝试了 所以安娜只好把这些杂草 全部丢在一边 等干透了再把它铺在地里 也是可以当肥料的 安娜先把地里的土翻更松软 靠边上的可以种下甘蔗 黑皮甘蔗比较甜 也比较脆 所以安娜喜欢吃 种好了甘蔗 安娜又接着种番薯 直接把根筋插进松软的土堆里 上面铺上一层肥料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时间和打理阶段了 此时小黄看着安娜忙碌的身影 多多少少有点关心和佩服 傻愣站在门口看着安娜劳动 接着安娜又剥下青菜的种子 成熟的青菜 可能只够安娜半个月的伙食 那下半个月的青菜 安娜肯定是需要想得周到一些 荒废的菜园 能种吃的尽量全部种上 这样来年才有更好的丰收 看着菜园面积有点小 先把地里的砖头整理搬运放一旁 再把靠墙那一面 再扩张开发面积 挖出碍事的石块 捡顺手把它全扔了 要是菜地里石块多了 对菜的生长是有影响的 用力过猛 还把锄头差点搞缺了个口 一下午过去 总算是差不多把菜园里搞好了 干了一天的活 肚子也饿坏了 要是再挖点地 可能连锄头都抬不动了 把今早摘好的包谷 煮一顿粥来吃 由于肚子太饿 玉米个头有点小 安娜就直接用小刀 把玉米全切出来洗干净 放进锅里小火慢煮一个小时 就可以吃上暖暖的玉米粥了 坐在自己制作的桌子和凳子吃饭 真的很舒服 小狗也有份 吃饱了饭 深夜还有明亮的灯光 照亮着整个田园木屋 灯光一直亮到天亮 都不用担心电费问题 这些电能都是免费使用的 因为发电机安娜很早之前 自己就已经安装好了 由于前两天刚种的瓜果种子 已发芽 今天安娜打算给菜园里搭个大棚 以后长出来的瓜藤 任由它随意爬长 长出来的果实 肯定是非常好的 今天安娜忙完了家务时 打算上山砍点竹条回来搭棚用的 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两只小狗 鬼鬼祟祟跟在后面 安娜每天都要先检查一下 发电机工作是否正常 以免黑夜的时候突然灯不亮了 到那时候再来看 那可就很麻烦的 由于白天不需要用上电能 安娜先把发电机拿出一旁 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放好 这样也起到保养的最好效果 先在附近砍了好多的竹条 时间还比较早 在这清凉的树下 先把需要用上的一些竹条破开 把它切成竹片 待一会儿拿来绑棚架最好不过呢 安娜背回来了好几捆竹子 接着下一步开始搭建大棚框架 在地面挖几个洞 为了使立柱更加牢固 安娜把立柱边 塞进很多石块活泥土 先给顶部搭建上横梁 交接的部分就用刚才弄好的竹片 把它绑紧 此时搭建的大棚 差不多也完工了 看着棚下的瓜藤 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生猛爬涨了 由此安娜内心早已开心得不得了 为了能让瓜藤 更快地爬涨到棚上面来 安娜还细心地 给它编制了好几块竹梯 安放在刚发芽的瓜果旁边 这样也更好地吸引着 已经长大的瓜藤爬涨过来 刚干完活不久 老天接着又下起低大雨 还好搭棚的任务是做完了 现在傍晚这段时光 安娜可以安心舒服地待在屋里 享受着梦幻般的田园生活 打开着明亮的灯光 正准备制作今天的晚餐时 果然一天的傍晚 果然不耐用 晚餐还没做好 天已经乌黑一片 这样也好 才能显得灯光下的夜晚 是那么的浪漫 为了增添野外的生活乐趣 她养了两只活泼的小狗 这样一来 安娜每天在田园里 不断地在开发面积建造 两只小狗 一直都是在一边凑热闹玩耍 此时安娜看着两只小狗陪伴 一直都感觉不带一点孤独感 今天安娜准备搭建一间新的木屋了 那间竹屋时间久了 看上去有点老化 住着也感觉不怎么安全 所以安娜多建造一些 比较牢固漂亮的房子才行 今后还可以方便 养着更多的鸡鸭之类的 门前这片菜园那么的宽阔 这位置盖间房子是最好不过呢 上次我看见安娜 把这位置的土挖开 我还以为 她要在这里种更多的蔬菜呢 原来我们都猜想错了 这次安娜盖这间木屋 也是经验一次比一次好 这回直接整上水泥地基 住个五到十年 应该不是问题 人走房还在 呵呵 开个玩笑 人走房肯定也跟着走吧 咱们接着往下看 安娜是如何搭建的吧 之前建造的房子比较简单些 用的时间也是比较短 先把洞挖好 插上合适的木材 搭建设计好的木条 上面交接处就利用钉子固定好 自己吊在上面感受一下牢固度 感觉还有点摇晃 接着中间又顶上一根木条 这回应该牢固了 下一步 安娜开始铺水泥地 搬运过来一大堆细沙 倒上水泥粉 经过河水的阴阳调和 完美地铺上了一块牢固的水泥地 忙碌一下午的时间 框架和水泥地总算是完工了 蹭着傍晚天还没黑时 安娜紧接着继续给菜园里浇浇水 顺便再一点青菜 煮着今晚的晚餐 这次搞个地基铺水泥和整体框架 都耗费了安娜一天时间 搅拌水泥也是比较耗费体力的 要是干完活不整顿肉来吃 下次干这样的活 根本没力气干下去 安娜心想着 想住上更好的房子 你得必须吃得了这个苦 吃不了这个苦的人 那您只适合睡在荒山野外吧 更不用说 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蔬果青菜了 为了使庭院氛围 更加热闹起来 她养了两只活泼的小狗 能解烦又解闷 凭借着勤劳的双手丛林开始 过上了自己知足田园生活 为了增添野外生活更多的乐趣 她耗费一天时间搭建一间鸡窝 说出来很多叔叔阿姨们肯定不信 看完后才明白 安娜独自一人野外生活有多厉害了 为了更快地完工 安娜早早就起来开始动工 蹭着太阳还没大的时候 安娜忙碌的身影 早已在那里鬼鬼祟祟地搭建着鸡窝了 昨天安娜已经把地板和框架都搭建好了 今天主要任务 把鸡窝的边全部围起来 让小鸡们在家里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 凉爽的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给小园们喂食 一整池的月儿 游得是那么欢乐 想必月儿也饿了一碗 接着安娜拿起工具 来到昨天没搭建完成的鸡窝 接着继续搭建 今天的工程没那么复杂 只要简单切出合适的木板固定上去 就可以完工了 明天再去市集里 零买点小鸡小鸭的拿来养着 今后可有安娜忙活的了 早上做家务 别小家伙们投喂食物 都要耗费安娜一整个早上 这样一来 一天也没多少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不过也好 这也是大家向往的田园生活吧 接着安娜用锯子 把木板切成合适的长度 用木板先把屋顶盖好 牢固的鸡窝框架 安娜自信爬上用钉子 把每块木板都固定牢固 以防今后小鸡在窝里 正准备下蛋给安娜吃 结果就被安娜搭建的鸡窝 给压凉了 那岂不白忙活一场 有剧古人云 丢了夫人又折了兵 盖好了屋顶 接着又继续把边上全部围上 木板就是好 盖的效率非常高 卡卡几下 一下午时间 安娜也是把鸡窝围得差不多了 细节方面做的也是相当到位 左下方还特意留了两个口 这所谓的就是小鸡窝的大门吧 这两个洞口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设计的太大 容易招惹 方便其他危险野生动物来吃小鸡 洞口太小了 等小鸡长大了进不去 那也非常尴尬一件事 所以安娜设计的这两个洞口 非常的哇塞 此时安娜对今天的鸡窝建造非常满意 给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两个大拇指 也鼓励自己了两个大拇指 今天的任务总算也是完工了 接下来 明天咱们可以看见安娜亲手养的鸡鸭生活吧 微凉的清晨 清新的空气新人心扉 当山谷中的迷雾还未散去之时 安娜已开始了忙碌 由于今天要去市集里购买一群鸡鸭回来放养 为了给新建的鸡窝增添氛围感 安娜早早就先把家务做完 方便今天去市集购买鸡鸭 以防万一一天下午没有安娜的照顾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可咋整 安娜先给圆喂一顿饱饱的鱼粮 小圆想必也饿了一整晚了吧 抢食的动作是那么的生猛 接着安娜又把院子里的卫生 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拿起佩刀 安娜准备出门了 由于离市集比较远 万一半路遇上野兽或者坏人 身上带着一把佩刀 多多少少也放心许多 两只小狗生怕安娜出远门不带他们 鬼鬼祟祟跟在安娜身后 差不多到一下午时间过去 左盼右盼 终于盼见安娜背着一杯篓鸡鸭回来了 安娜回到田园鸡窝位置 把杯楼里的鸡鸭放进刚盖好的窝里 这一群小鸭子以后再也没有妈妈的保护下 独自在这样的田园生活了 小鸡稍微要小一点 安娜怕自己养不活他们 所以这次也够下血本的 把鸡妈妈也够买了回来 这样到晚上深夜睡觉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小鸡被冻死 或者被野兽吃了 小鸭子多多少少也得到鸡妈妈的保护成长 今后他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接着安娜把鸡鸭都安顿好之后 先把电锯维修一下 利用木板制作两块鸡鸭的窝门 以后鸡鸭回窝之后 只要把门一关上 深夜睡着了 也不怕野兽们袭击 先把木条切成板 再切成合适的长度 鸡窝的两个安全门总算做好了 安娜还制作了一个鸡鸭吃饭用的食物勺 以后喂养鸡鸭的食物 把它倒进里面就可以了 今天小鸭子们应该饿坏了吧 突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多多少少也不敢开口要饭呀 安娜先投喂一点青菜叶和剩饭之类的 刚倒放下去 小鸭子看见美味的食物 瞬间跟打鸡血似的 看起来如此生猛的抢食物 安娜用水泥和木板建设了鸡窝 还养了一群肥美的鸭儿 想吃鱼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 每天喂饱鸡鸭同时 还可以利用壁炉 做出一道美味清蒸鱼 再也不用担心 今后吃不上香喷喷的肉菜而烦恼了 微凉的清晨 安娜起床第一件事 先给菜园里的青菜瓜果浇水 顺路来瞧瞧鸭子们过得怎么样了 看着鸭子们 呆头呆脑的扎推成群 傻愣的可爱 接着安娜批好一堆日常需要用的柴火 今晚可以做一顿清蒸鱼 来补充一下最近的操劳心 之前两只狗 已经足够安娜养的了 现在又领养这么一群鸭来养 每天还要看管菜园里的瓜果蔬菜 想要生活过得好 你得必须起得早 还要勤劳又能干 人懒了不然连口烫都难得喝 像这么勤快的安娜 这不每天像吃啥就又啥了吗 比如今晚肥美的清蒸大鱼 小狗也有份的那种 深夜的灯光 看着是那么的优美浪漫 第二天的生活又开始了 安娜日复一日 如同昨天般的模样 早晨起床 依然是先给园们喂养一些食物 再去把窝里的鸡鸭放养出来 他们肚子饿了 自个在菜园里寻找一些虫子 这样养出来的鸡鸭肉 是很鲜美好吃的 安娜养的这些鸡鸭 一点都没有放肆料 每天喂养的 全是青菜和大米之类的 番薯叶 也是最佳鸡鸭的主要食物 把它切成碎渣 搅拌着大米 倒放在石盆里 一群鸡鸭争先孔后 抢着盆里的食物 试得如此的开心快乐 懂事的狗子站在一旁 呆愣得如此羡慕 如今已到中年的狗子 这样的开心快乐时光 再也回不去了 狗子最好的希望下半辈子 只求陪伴主人开心到老 接着安娜又开始打理菜园 给菜园里除草撒上肥料后 安娜想着 再给鸭子整一个小水池吧 今后方便他们在里面游玩 还给他们制作了一个 方便出门的台阶 要是这地方不做好 万一鸭子到了下蛋时期 从上面掉下来受伤了怎么办呀 那岂不白忙活一场啊 有句老话讲得好 到嘴里的鸭肉又被她飞走了 安娜看着鸭子们 在水盆里细水 也感到如此的乐趣 这也不就是大家向往的田园生活吗 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白姆庄园 全程需要耗费安娜两年时间 不仅搭建了可以睡觉的木屋 还有吃不完的菜园青菜 更是在院子里养了一群鸭鸭 独自一人过上这样的生活 有着这些小家伙陪伴着安娜 一点也感觉不到孤独 为了鸭子们更快地成长 安娜早早就给小鸭子们喂养食物 主要的食物来源 也是来自于这些番薯叶 为了能够更好地让红薯生长 防止鸭子们过来糟蹋 安娜开始把它边上全部围起来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红薯叶长得好了 可以拿去喂鸭子 等它全部成熟了 还可以吃上美味的红薯 这样的生活也太羡慕了吧 今早忙完了家务事 今天安娜准备新的建造开始了 为了实现 在幽谷中建造出百姆庄园 安娜接下来准备建造一间大房子 材料方面 网友粉丝们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接着来咱们就好好地享受着 安娜的荒野建造 有多么的减压吧 安娜先把平地里的杂草处理干净 接着去河边整了一堆细砂回来 把木板切成方块 用钉子固定成格子形状 把泥沙搅拌好 灌进制作好的板格子里 把水泥灌满每个格子后 还要把水泥压延实一些 要不然明天干透后 水泥块质量会降低的 压延实一点 水泥块质量会更好 看到这里 这些水泥块 大家能猜到安娜用它来做什么吗 为了防此悲剧重演 安娜亲自动手建造一栋安全漂亮的奢华木屋 今后下再大的雨和河水长最大的水 再也不用担心 木屋被河水冲垮的风险了 也可惜了 养在河里的小儿们 还没吃到过瘾的鱼肉 就这么被一场大雨全部下没了 真为安娜感到可怜 不过还好 安娜内心没那么脆弱 房子没了还可以再建造 那儿没了还可以再养 再大的困难 也击垮不了安娜内心中的梦想荒野生活 安娜先把被冲垮的地方恢复原样 为了加快建造奢华的木屋 安娜清早就开始鬼鬼祟祟在那里忙碌着 来到了空地前 前几天制作的砖块 已经变得凝固帮硬了 拆掉木板模具 把砖块分离出来 虽然上一秒刚经历了非常不顺心的事件 但是眼前这些美观漂亮的砖块 还是非常满意的 安娜来到材料堆积点 准备先把木屋的整体框架搭建出来 成堆的木条看似非常复杂 实则在安娜的眼中了如指掌 每一块的木材刚用在好处 把搭建屋顶的挡板 先堆放到好的位置 以免搬木材的时候不小心被压坏了 安娜为了不想看到重复的悲剧重演 由于材料都是粉丝们帮定制好了的 搬运费也是叔叔阿姨们 热心肠全帮搬了过来 安娜只需要在空地上进行的组装就可以了 把木材材料搬放在空地上 先安装出木屋侧面的框架 笋卯结构突出的尾笋凹陷尾卯 笋卯互相咬合起到了非常牢固组装也非常方便 利用大锤咚咚几下 两根木条也就这样合在了一起 一下午时间过去 安娜终于安装好了两边木屋的框架 慢慢变暗的天色 今天的安娜荒野建造生活 也告一段落了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 大家都本以为 安娜应该要先回去休息养精蓄锐之后再过来接着盖 没想到呀 只要天还没真正的变黑 那么安娜手中的活是停不下来的 今天安娜说了 今天必须把框架搭建出来 不然今天就不休息 由于框架泥比较重 叫老铁们过来帮扶一把呢 可能会耗费很多时间 安娜想到了个更好的办法 借助外力达到自己需要完成的目的 先在地上挖了两个坑 埋上两根牢固的竹子 在框架捆绑绳子 利用杠杆的原理把框架支撑了上来 框架都搭建好 此时一眼看上去 房子的外观有模有样的了 接着把每个交接的连接 用锤子把它调整固定好 当盖到屋顶的时候 老天又开始欺负着这样的弱小女子 雨也是越下越大 被逼无奈的安娜 只好先回屋里休息躲雨了 受到天气的影响 被逼的安娜不得不重新安装维修发电站 一个满腹经轮的女人 却在野外建造起了庇护所 发电站被大水冲没之后 却还好继续重新建造发电站 原本对于修理工方面 安娜一如既往的一无所知 如今不仅会建房子 还对发电的维修技术了如指掌 为了深夜 能够用上免费的电灯光 白天安娜一清早扛起工具 就往发电站位置走去 之前盖上去的薄膜 早已被冲得不像样 安娜先把石头堵住河水的流向 当河水完全往沟里流之后 用木棍把洞里捅通 接着盖上薄膜后 安娜才放心地回家里 才刚到院子里 就听到积鸭的叽叽加加声 看来这些小鸭子们 要是白天没完成 到了晚上可就不方便了 把发电机拿出来保养一下 拆开内部零件 涂抹润滑油 接着把它装为原样 放在发电站台 回去看看有没有来电 打开电源 果然来电了 刚恢复好的电路照明系统 让安娜更加地有了工作方向 拉起线路的距离把控非常重要 必须在源头处 留有足够的线条 以保证后续的链接 由于零时只是简单地拉线 把线条拉到木屋 简单地架设好即可 把线条悬空搭在木屋上空 接着到了处理链接线头 接上电源排插即可使用了 把接好的排插挂在合适的柱子上 方便后续使用 为了能够让木屋 在这幽谷中有加的感觉 安娜决定 给木屋前面修建一面围墙 背过来了两捆竹子 竹子永远才是万能的建设材料之一 两捆竹子搬运过来后 把安娜累得够呛的了 舒展了劳累的胳膊 接着安娜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雨后的山剑间 每天鬼鬼祟祟地在山谷中 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玩闹的两狗们 增添了田园中的生活一丝乐趣 看着狗子们玩得那么开心 安娜心情慢慢地 也变得不再那么地糟糕 一心只想着 尽快完成这件木屋搭建 用锄头清理掉地面的杂草 开始用竹子制作为墙 把竹子破开 制作出精美的竹板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备好足够的材料 竹片要求稍微要高一些 硬度要强 不然插进图里 效果不好 固定好围墙的整体范围 再把制作好的竹板编制上去 仔细把每处敲打牢固 最后给缝隙填坑里 填上泥土和石头 就这样 今天安娜的荒野独居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狗子站在河岸 回想着那场大雨过后的场景 仿佛事情总是发生在于今天 产生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而鸭子们大有所不同 变大的河水稀稀地如此开心 雨后的清晨 安娜为了防止今后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从这条河过去对面建造新的木屋 先放一块木板 横搭过去对面 是走过去第一遍的时候 脑海中一直回想着 之前一场大雨经历过的事情 为了事情不再次发生 安娜拿起木板 接着继续搭建木屋 她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先把地板需要用上的木板整理一遍 表面不光滑地就用工具把它抛光 看到这一幕 叔叔阿姨们 肯定是有点好奇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电呢 不会是假的吧 对吧 您是不知道呀 电能安娜早已在不远处安装好了的发电机系统 不仅晚上还能用上的灯光 白天多余的电能 还可以这样使用 真心的很不错呢 安娜一早上 抛光了很多的木板 一早上过去了 大概需要用上的木板终于快要完成了 劳累的安娜 偶尔也停下手中的火 坐下来休息一下 没想到我还以为她休息需要很久 就一会儿的时间都不到 安娜接着继续把手中的火干完 也就忙到了傍晚 打开灯光 依然一定要完成今天的抛光选取木板材料任务 这样一来 第二天才好铺上完美的地板 第二天 安娜先把锯子拿出来保养一下 待一会儿需要用上它来工作 毕竟精细化地锯取木板 需要更换一下锯刀圆角形锯齿 卸下原来的锯刀 更换好新的锯链 复卫好锯盖 测试好锯子 安娜拿起油锯来到木屋基地 准备给木屋安装地板 支撑木板的衡量 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先用尺子测量框架的距离 准备先切出支撑梁设计出来 数学的统筹计算安排 可以使安娜减省大量时间 把木条量好合适的长度 把它全部锯掉多余的部分 有了好的工具 可以让安娜更快地搭建木屋过程 主体框架上 提前做好凹槽 把需要用到的木条两头 做出损头就可以了 把木头运回木屋里 劳累的安娜 满脸大汗 偶尔擦汗的动作才能表现出来 下一步开始安装衡量 把设计制作好的支撑衡量 先安装到框架上 两头的吻合口 彰显了安娜理解数学的精确检查重要性 过不了多久 安娜把衡量全部组装完毕 看着眼前满意的劳动成果 安娜开心地像个孩子 仿佛回到了18岁那年春天 是走在上面测试一下衡量的抗压度 安娜接着才放心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把设计处理好的每块木板平铺在支撑横梁上面 把边角突出的位置量出来后 把它全部锯掉 在木板上面画好线条 用手工具把多余的部分锯掉 木板就可以严丝合缝地安装在框架上面了 铺好全部木板之后 利用墨斗把多余的部分弹出一条黑线 方便后续锯掉多余的部分 先用钉子固定好每一块木板 两边都要钉上钉子 确保木板的牢固性 用锯子把多余的边角全部锯掉 为了更好的安装效果 把堆积的木板搬运放在一旁 沉重的木板 也耗费了安娜两碗米饭的能量了 接着继续铺上另一半的地板铺设 历经一天的忙碌 总算把地板全部铺好了 忙碌的傍晚 听着敲打铁钉声 画上了一个句号 忙完了一切 安娜开心幸福地像个孩子 在铺好的地板上玩耍体验新的木屋 别人还在荒野搭建庇护所时 安娜早已开始建造了第三套木屋 还在山上种植了蔬果黄瓜 小黄每次坐在河边 回想着小狗的陪伴美好时光 眼前这条熟悉的河流 都会产生熟悉的恐惧 跟着主人去山里摘黄瓜 跟着主人一起建造木屋 一场大雨过后 安娜急忙赶了赶过去 但一切都晚了 小黄再也回不来了 如今只看见小鸡跟鸡妈妈 在河边着实和鸭子 在水里游玩 如今这画面 一场雨过后的两只狗 变成一只狗了 孤独的狗子 坐在同伴消失的位置 一直呆愣心情也是非常低落 安娜先把小黄安顿好 舍不得又不甘心的画面 一直重复着小黄成长的画面 狗死不能复生 安娜只好先把它给埋了 夜晚一直安慰着狗子 不要伤心难过 虽然小黄离开了我们 我们现在还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快第三个木屋建造才行 以免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 第二天清晨 太阳依然从东边升起 安娜依然还是需要完成家务事之后 接着继续建造新的木屋 虽然最近一直下雨 但是安娜从来没有闲着 蹭着雨停后的天气制作一些木板 拿来搭建木屋的门口平台 因为木板昨天是提前制作好的 现在制作搭建起来非常的方便 只需把良好的木板铺设到平台上面即可 先把需要用上的木板转运过去 劳累辛苦的安娜 无意中擦了把汗 表现出虽然辛苦 但并满足快乐着 拿起一包铁钉 开始准备固定工作 铺盖木板的过程中 安娜眼中 一点也容不下一丝的不完美 直接拿起电弓堆爆平整 接着继续铺设木板 把铺好的木板 把每个连接点两头盯上钉子 光锤钉子的工作量 也耗费了安娜一下午时间呢 虽然工作枯燥无趣 还好安娜想着 马上就要住上新的木屋了 累的时候 立马做上自我调节 还在木屋平台里玩耍跳跃 要是有一群大妈 一群跟着跳广场舞 不知安娜有多开心 可惜这里没有广场舞 只有宁静和孤独 终于平台的地板总算完工了 接着下一步准备安装墙壁 这工程看得出来有点大 还有点麻烦 安娜为了能够住上新的木屋 每步骤的木屋建造 都有不一样的新挑战 先把木板测量好 接着把木板叠堆在一起 一次性切掉多余的部分 下一步开始把木板安装墙壁上 用铁钉固定好即可 远离喧哗的生活 随着小黄多的离开之后 安娜鼓起勇气 再一次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呆愣的狗子 时常坐在河边回想着自己的同伴 表情再也没有从前那般快乐了 看着鸡鸭 每天成群在院子里玩耍着实 也给安娜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日久安娜的心 逐渐变回寻常轨道生活 起床后的安娜 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建造之旅 准备接着把昨天没完成的墙壁安装好 前面的安装 使后面的工作更加的顺利 先用电锯把多余的木板切掉 按昨天的铺盖叠放步骤 接着继续把木板固定安装在框架上 先安装出侧面支撑木板墙壁 方便提升下一步的安装效率 把需要用到的木板全部搬运过来 按顺序的从下往上叠放固定好即可 这一面墙铺盖好之后 窗口的形状开始显现出来 这是木屋该有的样子 今天窗口和大门的安装设计 整整耗费安娜一天时间 傍晚的深夜 宁静的大山里只见着木工的安娜 在灯光下劳动 看似极其有点可怜无人帮助 其实大家不必担心 由此安娜这才是最享受的荒野独居生活 第二天清晨 鸭子们在河边游玩 想不开的狗子在壁炉火边伤心着 什么时候她的同伴才能回到她身边 狗子想再多也没用了的 该离开都会离开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新的一天开始了 咱们还得接着继续新的一天生活 还没建造完成的木屋工程 安娜也开始了新的建造挑战 由于昨天把木屋的窗子位置都设计好了 今天一半的时间主要放在窗子安装设计方面 先铺盖大门设计出来 大门和窗子 粉丝们都帮忙安排设计订购好了 功劳粉丝们都有份 苦劳的压力给到安娜这边 扛过来虽累 安娜擦汗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安装出看看的玻璃门窗 安娜辛苦中并带着快乐 应该不久的几天之后的日子里 应该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想想内心就很开心 终于连夜赶工 把所有的窗子都设计安装完毕 雨后的清晨田园间 鸭子们如同昨天般的细水游玩着 每天可以看得出 鸭子的成长如此迅速 蹭着一场雨过后 散发着一丝的炎热夏天天气 安娜赶紧先去木屋里 把卫生打扫了个遍 在这整洁的屋内 装修着大门就是舒服许多 一眼看去 这木屋被安娜盖得真心漂亮 夏天后的天气比较闷热 汗流浃背的安娜 也闲不住手中的活 接着继续安装 昨天没完成的窗户和门 安装好横梁 把半块窗户 先安装在横梁上 由于选择平推式的结构 发现装上去窗子有点放不进去 接着继续把多余的削平 经过几次的实验不断安装 终于设计的位置之差 完美吻合了 尝试开关几次窗户之后 没有发现一点问题的存在 顾不上休息 安娜准备安装木门 木门是粉丝们帮忙提前定制好的 只需要把木门安装固定好即可 把木门的抽头 插入地上的抽头就可以了 当然门框的结构是固定的 所以顶部要提前做好卡槽 只需把抽头放入卡槽里即可 再给门扇子顶部 封上设计好的横梁 钉上螺丝固定好 保证了木无开关门时 门板不会掉下来 装好了大门 安娜开关大门检验一下是否合格 听着动人的嘎吱声 兴奋喜悦的表情 开心地向着孩子 发现问题及时更改 用木箫固定起来 连窗户也一起全部安排上 这样一来 使门窗外观更加的漂亮好看 经过半个月得复出 木屋整体结构 终于基本就这样完工了 完工得了的木屋 犹如一件艺术品 擦掉脸颊的汗水 安娜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毕竟房子上面还没完整安装出来 先测量好需要木板长度的位置 把木板先切出合适的长度 多情的阿黄 紧紧地陪伴安娜 本以为好意地关心一下安娜的辛苦 殊不知却成为安娜安装顶梁的阻碍的主要原因 为了更快完工 安娜只好把多情的阿黄抱放一旁 接着继续爬了上去 把木板固定好 终于到了深夜 木屋全部的整体都安装完毕了 今晚安娜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个美梦的觉了 第二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你体会到了艰难和辛苦的时候 品尝到努力后的甜美果时 新的一天木屋建造 你才会得到更好的经验和满足 今天安娜主要任务 制作一个损莽结构的木体 为了仿此重复悲剧重演 这回安娜耗费了不少的工程和人力时间呢 安娜打开窗户 让刚装修好的室内更好的通风 新鲜的空气 很快就吹散了室内的意味 搬来一个台梯 爬了上去 先测量好长度 要是位置的长度量得不好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肯定是很麻烦的 木板切长了也不行 切短了也不能用 测量工作对于安娜来说 小菜一叠 而且爬上去老高了 城里的美女们看着都害怕吧 安娜不同 不仅敢爬上去 还能在上面装修工作呢 真是女儿身却是带有男儿胆压 把木板安装了上去 线路的架设也丝毫不含糊 采用隐藏式的装饰方式 在木板留好孔的地方 把线路铺设在木板后面 这样才使外观看起来更加美观不杂乱 木板两头每个连接点搭上长一点的公螺丝 确保木板固定的牢固性 和刘家贝的安娜 顺着脸颊低落在木板上 证明了安娜的幸苦 才换来了美观的木屋 接下来也是叔叔阿姨们 不断地在夸赞安娜有多厉害有多能干了 狭小的工作空间 也阻挡不了安娜固定木板的铺设 远听着薛木刀声和大螺丝声 一早上到下午时间 一半的木板铺设终于完成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开始固定另一半的木板铺设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铺设方式 但不同的是经验和结果 突然 一阵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看着树木被吹得摇摆如此疯狂 这风力大概十几左右 安娜早就猜到会经历这么一天 可这一天来得有点快了 还好这栋木屋不仅耐风吹 雨下再大 安娜再也不用担心了 安全措施方面 安娜早已安排到位 雨停之后 还得尽快装修好才行 早点搬进来住 今后才更加安全 由于昨天刮风又下雨的 安娜不得不先搁置手中的工作 美好的一天 迎来了好的天气 难得了今天是个好的晴天 安娜为了更快地完工 蹭着老天爷没下雨的时间断理 今天打算给房子制作木门锁 昨晚那场雨下得可真不小 看着河里的水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昨晚下完雨之后 发电机多多少少出了点故障了 要是昨晚电灯能量的话 安娜应该把制作木门锁制作完成 今天被长雨逼的 不得不去发电站位置那里检查一下 是什么个情况 河道里长满了河水 爆肠的河水 把安娜的独木桥全淹没了 仿佛在默默地提醒安娜 是时候搭建一个牢固的过河桥了 趁着雨停的时间里 安娜急忙过去看看发电机 要不然今晚又没有电灯用了 虽然河边水位下降变小了一点 狗子内心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恐惧 但又不得不跟进主人的脚步 宁可被河水冲跑 也不愿意做一只捞狗 安娜寻找着不见得一群鸭子同时 顺路走到发电站位置 真的是 里面全被树叶堵住了 发电机已经无法转动了 这水流再大也没多大用处了呀 安娜赶紧把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 清理这些垃圾果然耗费了不少时间 要是电路系统没出故障 估计现在安娜制作牧所都快好了吧 蹭着天气变好 把昨晚制作牧所制作到一半的今天 赶紧把它完成安装了 装好了木门锁之后 这效果真的很不错 刮风下雨 再也不担心雨水飘进来了 门窗一关 雨下它三天三夜都无所谓 晚上的田园夜景也很不错 明亮着灯光照亮着漂亮的木屋 这难道不就是大家都想拥有的田园生活吗 安娜感觉刚建造好的木屋 感觉有点单调 想了一夜的想法 终于想出了一个更好办法 打算在木屋旁边挖一个鱼塘 这样以后再也不担心 鱼养在河里被大水冲走的风险了 以后鸭子也可以在上面游玩 真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说干就干 一大早 安娜先把装备那些准备好 把不够锋利的配刀 先磨刀锋利先把地基平面的草处干净 无聊的狗子只能呆愣看着安娜在那里劳动工作 啥也没帮到什么忙 真是苦了安娜了 要是这时候有个男人帮忙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事情 可惜了 安娜还是个单身的 把草处干净之后准备开始动工了 有了木桩的定位 工作的步骤方法就好操作了 先用锄头挖出地基的鱼池大盖形状 然后使用铁铲慢慢地挖开泥土 对于安娜外表这么柔弱的女孩子来说 这么大的工程工作量 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一人完成的任务 泥土非常硬 铁锹挖下去的时候 只能挖开一丢点泥土出来 为了更好的挖开泥土操作和手拿工具的疼痛感 安娜一边工作着 一边不断摸索工作操作方法策略 利用铁棒先把它挖松软 泥土松软之后才好挖出来 再用铁铲把泥土挖出去 苦累的工作量使安娜越干越累 时间一久 安娜满身汗流加倍 擦了擦汗这样的苦活 还得继续干 好几个小时过去 鱼池的整体坑位总算是有模有样的了 打算是要准备精修挖下去的 没想到老天爷又下起雨来 经过一夜的一场雨过后 还没完整修好的鱼池开始积水 这点积水量 也没阻碍到安娜的操作上的一丁点问题 鱼池修整完工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安装水路系统 只要把新的竹筒 重新安装上去即可 清澈的自来水 慢慢地流向鱼池 很快鱼池就开始积满了水 安娜在等待鱼池水没满之前 也没闲着 一边设计着鱼池边的外观 一边挖松旁边的泥地 今后还可以种点蔬果青菜之类的 那么这样的鱼池大家喜欢吗 要是你也拥有这样的鱼池 你想放养些什么鱼最合适呢 安娜为了完成狗子心中小小的梦想 也想让狗子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安娜去市集里购买一些小鱼回来 顺便也买了好几只可爱的小狗来养着 平时狗子每天独自一狗坐在门口 都是很呆愣的 这回有了好几只小狗陪伴玩耍 以后应该每天都是快乐着了吧 在深山幽谷中住着就是有点不方便 顺着河流上走 不知走了多久 才回到田园中呢 炎热的夏天 安娜走累了 不得不先在树下歇息一会儿 看着背楼里的可爱小狗 看着周围狗生地不熟的 窝在背楼里射射发抖来着 还好安娜懂得狗心 顺便先让小狗尝尝大山里清甜的河水 歇息够了之后 接着继续赶回家的路上 炎热的大太阳之下 终于到家了 赶紧躲在屋檐下 把背楼里的小狗一支支地抱了出来 安娜真的有心了 对小狗那么好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被安娜抱过呢 呵呵 开个小玩笑 接着安娜从背楼里拿出一袋院 把它们全部放养在鱼池里 从旁边抱了好几捆干草 用火把它们烧成灰 这样一来 使地里的泥土更加的肥沃 种下瓜果蔬菜 简直好的不要不要的 把菜园地里铺平 撒上青菜的种子 打上一桶水 把菜园浇灌了一遍 青菜的种子 已播种完毕 下一步 安娜终于可以安心继续搭建下一个木屋了 很多叔叔阿姨们 肯定有很多疑问了 都干了这么多活了 不应该先去休息 享受着山谷中的田园生活吗 其实大家不必担心 安娜每天搭建新的木屋 就是最享受的田园生活了 想要过上更好的荒野生活 您得勤快又能干才行 安娜去山上砍竹子的时候 还遇见了一窝黄蜂 要是被这小家伙遮一下 那肯定痛好几天了 我小时经常去捅这样的黄蜂窝 被遮得脸上肿得不像人样 还好安娜早就发现了 砍竹子的时候 非常得小心的呢 材料都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开始设计搭建 毕竟今天真正意义的事情上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把木材晾好 发动邮具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顺着标记点切开木头 终于切好四根支撑主粮 接着继续设计 挖出每根柱子的卡勺 下一步开始挖坑 在地面打了四个坑的地基 每挖下去的一个动作力量 都耗费安娜不少的体力 看着汗流满面的安娜 单身的我们鱼心河人 自强的安娜 并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毕竟后面还有一堆干不完的活 等着安娜去做呢 擦去汗水 也顾不上休息一会儿 把设计好的四根主粮支撑 插进每个土坑里 用竹片当做尺子测量 对比一下位置 确定没问题之后 坑边利用泥石块填满加固 架起木屋横梁 把上面的框架组装完整 底部也铺设木头 一下午过去 木屋的整体框架 总算是有模有样的了 好看又能干的安娜 不仅挖了鱼池 养着一群生猛的鱼儿 还在田园中养了鸡鸭 连狗子也养了好几条呢 此时院子里的氛围 瞬间热闹了起来 这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们 最羡慕的荒野独居吧 早上起床 安娜第一时间先忙玩家务事 先把需要用上的柴火全部劈完 小狗跟着小猫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 两只小家伙玩得如此开心呢 安娜看着他们玩得那么乐呵 内心也是比较开心 劈完了柴火 接着又去喂食鸡鸭 这一群鸡已经生出了好多小鸡了 我还记得开始养的时候 才几只小鸡和一只公鸡呢 现在都一大群了 时间也真是过得很快 还有河边的一群小鸭子 在那里细水游玩得那么欢乐 只有小狗还在懒懒地睡在窝里 看着憨得可爱呢 接着安娜又去整理菜园 从鱼池里打水 把菜园浇灌了个遍 把盆栽里的茄子苗 也转移到菜地里 这样才使茄子苗 更好地生长开花结果 之前种的红薯应该成熟了 今天安娜打算挖一点红薯来吃 红薯疼还可以拿来喂食鸡鸭 真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收获可真不小 看起不大不小刚刚好 接着安娜又重新翻种一遍 下一季还可接着有新鲜的红薯吃 鱼池旁边土地比较湿润肥沃一些 安娜打算也种一点红薯在这里 把位置的泥土挖好 撒上木碎 这样可以更好使红薯快速生长 终于家务事 今天总算完成得差不多了 今天的任务才刚开始 安娜打算给木屋设计围栏 以免晚上不小心 从门口那里掉下来就不好 安全很重要 安装围栏之后 木屋的外观比之前 也是更加的漂亮许多 安娜先把今天挖的红薯洗干净之后 拿去蒸了 接着带着狗子上山去 把需要的木材砍了回来 把树皮剥离干净 用油炬切成合适的长度 活干到一半 红薯煮熟了 安娜肚子也饿了 先吃着自己种的红薯 味道果然不一般 狗子虽然不吃红薯 不过看久了 一直流口水 填饱肚子后干活越有劲 设计思考能力 也变强了许多 很快蔚蓝安装好了 微凉的清晨 看似同样的生活方式 实则生活每天都是新的体验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切一些红薯液 搅拌米饭之后 拿去投喂鸡鸭 看着这些小家伙 正长身体的时候呢 抢食的动作 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识了 看来一夜没进食了的鸡鸭们 肯定饿得慌了 由于在大山里 养了这么多的鸡鸭 安娜此时多多少少有点担心 生怕野生的黄皮子黄大仙 来偷鸡之类的 还有越南最流行的 美食大辣条来偷洗油 今天打算把木屋周围 用编制好的竹片 全部围起来 这也是以防万一呢 只有把院子里围起来 才能一劳永安逸 还是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制作方法 安娜先把制作破开 三下五成七 就等于更多的竹片了 鱼池里的鱼儿 勾引了两只老六的母鸡 前来光顾着 上演着到嘴里 又被她游走了的故事 安娜把材料都全部备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编制 安娜先编制很多的主板出来 蹭着鸭子们 在水里游完的时间段里 赶紧把编制好的竹板围起来 把坑挖好埋上竹竿 顺便也给南瓜藤搭棚 等它长大了 可以长出更多更好的南瓜 为了防此悲剧重演 安娜打算把独木桥两头边固定好 说曹操曹操就到 立马又开始了狂风暴雨模式 还好安娜铺盖水泥及时 要不然发大水的时候 从独木桥上面过 岂不是很危险 可爱的小猫 也是真的可爱 连菜园里 也是种上了想吃的蔬果青菜 萌萌的就这么趴在那里 看着主人认真劳动的样子 简直好得不得了 微凉的清晨 天才萌萌亮不久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切好鸡鸭时 刚爆起食物过去 鸡鸭们真是聪明 一窝蜂从十面八方汇聚集中 果然不简单看见安娜走过来 就知道安娜准备给他们投喂食物了 这些散养的鸡鸭是真的好 个个都是那么的生龙活虎 抢食的动作是那么的生猛 散养的鸡鸭肉质肯定很香很好吃吧 不知道有没有眼福 看着安娜整一只来补补身体 喂食完了鸡鸭 接下来安娜打算建造一座桥 先把木屋门口摆上上漂亮的花盆 扛起工具盒筒准备出门了 这两个台阶也是昨天制作的 由于昨晚下雨了 今天特意过来检查加固一下 泥沙直接从河里捞上来即可 跟水泥搅拌一起 石头材料也是简单 就地取材 从河里摸出好多石头 一点点的扔出来 再用水泥叠盖好 今天先建造河边两个石吨和水泥板 下一集咱们接着一起看看 安娜是如何搭建桥梁的吧 您看完后 绝对佩服的五体投地 新鲜的空气中 享受着安逸的生活 干着每天忙不完的家务梦想 简直是羡慕又心疼安娜 安娜在河边两岸搭建了两个平台 今天安娜亲手搭建一座木桥 安娜先把材料准备好 用油锯切出想要的长度 把它全部搬运到盖桥的位置 由于木头质量比较好 硬度非常高 建造桥梁的好材料 铁钉都有点不好锤打进去固定 安娜只好用电钻先打好孔 再用铁钉弯弯锤打进去 把制作好的桥架拉过来搭建好 坐着正式就忘记了脚下的河流 全部打湿了安娜的双腿 看着有点心疼 接着安娜又开始搭建第二块桥框 稍微比较沉重 不过还好 还好是安娜的接受重力范围 为了能够让桥梁更加的牢固 安娜选择用木材支撑好 用铁钉固定上 以免发生大水把桥冲走了 接着开始固定桥梁中间交接处 用尺子量好桥梁宽度 此时小猫第一个先光顾着安娜的劳动成果 也许这也算是一种默默的陪伴吧 安娜去切木板 小猫也跟着去 此时附近的小鸡在院子里闲逛着 一点也不害怕安娜吃它们 锯好了木板 又开始固定木板 桥就这样简单的做好了 把支撑的木材取出来 这桥梁的设计 看似简单几块木板搭建而成 实则里面的设计大有学问 不仅选取的木材可可 搭建设计方面也是计算非常好 结构的损毛也安排得相当到位 建造好了桥 安娜和狗子坐在上面 正享受着劳动的成果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样的景色 你是不是也喜欢 为了仿此之前的悲剧重演 第二天清晨 安娜打算加固装修桥梁外观 用木板把桥边固定好 以免人走到桥中间断裂了掉进水里 是安娜还好 要是狗子 那就说不定最终的坏结果了 接着安娜继续铺设路面 从桥口到家门口 要是不铺设一条水泥路 还真有点不好 要是下雨什么的 那鞋子肯定是大把泥巴 粘在鞋底了 要是走进屋内 肯定非常不方便 安娜是个讲究卫生的女孩子 这点细节 安娜早就想到了 疑似今日准备铺设一条水泥路 从河里捞出很多的细沙 把它搅拌成水泥 铺设到挖好的地面 这条水泥路 也不需要铺设那么宽的 只要够安娜一人在上面走过 不弄脏鞋底就行 铺好了水泥 下一步把平面刷 接着在上面铺上鹅卵石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美观又不滑 这是个细工活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安娜为了更快地完工 要是铺设的水泥地干透了 想再铺设鹅卵石 那肯定是件麻烦的事情 打开灯光 接着继续完成铺设鹅卵石工作 半夜时间总算完工了 秋季还剩几天就到冬天了 安娜打算种植一些蔬菜和土豆之类的 新的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去喂食鸡鸭 顺便检查一下窝里的母鸡 下了几个鸡蛋了 当母鸡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安娜抱下来喊吃饭了 实则安娜别有用心 顺手掏了几个鸡蛋当早餐 接着开始到了投喂鱼池里的鱼儿们 小猫坐在池边 心有力而气不足呀 看着鱼儿就在面前欢乐地游着 但又抓不到的样子 小猫的内心肯定很难受吧 安娜忙完了家务事之后 正式开始新的工作任务 把菜园里的泥土挖松软 这看得出来 安娜应该打算种植一些青菜类的 接着抱起好几捆干草 全部平铺在上面 这也是为过冬而准备的 要是不铺上这些干草 等到春天来临 种出来的菜苗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可能还被冻伤呢 由于院子里的鸡鸭养得有点多 安娜想着 让种下的青菜长得更好一些 打算把菜园围起来 还没开始呢 鸡和小猫就开始来捣鼓了 要是种好了青菜 安娜先把围栏支柱埋好 然后用竹片绑紧 接下来开始用竹片 一点点编制上去 当安娜快把菜园围好的时候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这还得多亏安娜有着一门好手艺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 开始我还以为 安娜这些干草 主要用于铺盖在上面呢 看来是我想错了 原来安娜把它点着后 用灰当做肥料呀 接着安娜开始先播种土豆 土豆的选的种子 就是长牙了的小土豆 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即可 把长牙的土豆埋进泥土里 最后到了种青菜苗 太阳比较大 安娜搭棚 用芭蕉叶盖住 以免青菜苗被太阳晒伤 菜也种好了 积压喂食都安排好了 接下来就是休息时间 无聊的安娜 顺便把自己的内衣和衣服洗 小猫看完后很好奇的表情 这种地方还可以这样洗衣服 这是个什么样的顶级享受 独自一人 在野外大山里住着白亩大庄园 每天的闲暇时间 就是在菜园里种种地 当别人荒野独居 一天饿三顿的时候 安娜却是顿顿吃肉 不仅有着自己养的鱼肉 连上面的西红柿 也是安娜自己种出来的 就连炒个米饭 安娜都得用三颗 自己养的蛋来炒饭 上级安娜 把菜园围栏装修了一番 利用干草烧成灰当做肥料 今天又是新的美好一天 微凉的清晨 一群饥饿的鸡鸭 从桥上急忙跑过来 原来安娜正在喂食呢 地里的菜苗 也开始密密麻麻的生长 还多亏了安娜达里的好 要是开始没有 把菜园围起来的话 这时这些菜苗 早就被鸡鸭吃完了 鱼池里的鱼儿 长得个头也非常的大个 接着安娜继续 开荒新的菜园土地 把地里的杂草 先处理干净 刚把泥土挖松软 一群鸡就过来 捣鼓找虫子吃 为了防止种好的菜园 被鸡捣鼓 安娜打算把菜园围起来 贪吃的鸡 莫名其妙地就被围在了里面 安娜没有把鸡放出来的意思 一直专心地打造菜园工作 接着安娜抱来两捆干草 同样的操作 把它全部点着 等火全部烧完之后 安娜开始种起土豆 青菜也种了一片 天刚好快黑了 安娜给刚种好的菜园 撒上一遍水 饿疯了的小鸡也是大胆 直接钻进菜园里 叫安娜赶紧给他们食物吃 这样的环境场景真的好美 刚融入新家庭成员 两只猫咪 看着是那么的可爱 小狗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更爱自己的小窝 懒懒的迟迟不起 调皮的幽儿 也真是调皮 竟然在小猫的眼皮底下 开始跳起舞来 鸭子也游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安娜在那里 不断地在完善着这片庄园 为了能够更好地 在庄园里生活着 安娜把周边长满的杂草 先清理干净 由于鱼池的水 漏到房子附近了 要是时间久了 不把它处理好的话 到头倒霉的 还是安娜亲手盖的木屋 安娜把木屋周围挖出水沟 脸朝黄土被朝天的安娜 经过一早的努力 也是把水沟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样以后洗衣做饭的水 可以顺着这个水沟流向大河里去 真的很方便即管用呀 重要的事情已处理完毕 接着开始先喂食鸡鸭 这群鸡长得个头好大个了 果然在大山散养的鸡 长得是那么的滋润呀 肉质肯定是比饲料鸡更加的美味了 鸭子也好大只鸭 抢食物好生猛 换做饲料养的 肯定抢食的画面 肯定没那么香 窝里的鸡蛋已经下得好多个了 这一窝蛋 要是安娜吃不完 可以拿去市集里卖的 地里自己种的茄子 也很新鲜又健康 到了饭店 安娜好久没有这么好的食材做饭了 今天必须给她安排上一套豪华套餐 安娜今天为了修缮破损掉的竹屋 粉丝们帮她准备了许多的好木材 收到好消息的安娜 开心过头了 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竹屋平台的修缮 这都不算傻 还有最厉害的是 她不仅搭建好看又安全的护栏 还制作出精美的梯子 微凉的清晨 随着一声铿锵 明亮有力的攻击叫声 万物复苏此刻开始 院子里花开的是那么的灿烂 香气可飘 实力真是迷人 一大早 狗子正在桥边散步 似乎他们俩啥时候谈的恋爱了 估计希望下个月 他们能够生出一窝小狗来 这时安娜正在开始拆家工作 接着把地基继续挖好 方便后续搭建工作 先抱过来几根木材量好长度 利用油锯切除 把木材放进坑里埋好 木材硬度非常高 安娜只好先用电钻打孔 再打上钉子 搭建好了平台的框架 接下来就好办多了 直接用木板整齐平铺在上面 为了能够让木板和框架 更好的贴合性 安娜选择了把木板交接的地方 挖出一个凹槽 细节方面做得相当到位 铺设好整个平台木板之后 最后一步固定上钉子就可以了 今后在平台上跳广场舞 都没啥问题了 把边角多余的木板前部切掉 一眼看上去非常整齐又好看 这是安娜荒野独居第59篇 这才是荒野生活的最顶级享受 安娜凭借一己之力 从简单的竹到白亩大庄园 用了三年时间打造了梦幻般的大庄园 由于独自一人 在这深山幽谷中 每天平淡的生活有点枯燥 安娜还在庄园养殖了一群鸡鸭 连小狗也养了好几只了 更是在菜园里挖出鱼池养了外 小猫时常坐在鱼池旁边发呆 每天安娜的生活非常的享受 早晨起床工作就是给菜园浇灌水 给鸡鸭喂食 为了修缮破损掉的竹屋 安娜准备了很多的木材 花费了一天时间 才勉强完成竹屋的平台修缮 最厉害的是 她不仅对木工的手法巧妙 木材的利用完美至极 简单的木材 经过她一番改造之后 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看的围栏和木体 微凉的清晨 一声铿锵有力的鸡声 天也开始萌萌亮起 此时院子里的花朵 经过一碗的洗礼正在争方斗艳 渗透着阳光下 散发出美不胜收的气息 一大早两只恋爱的狗子 正在桥上散步 俩狗子关系可真不是一般 竟然在这么好的风景 偷偷地游玩一番 安娜起床后 先来到厨房 披了一些柴火 先煮一些食物 给鸡鸭和狗子吃 下一步来到需要修缮竹屋平台位置 看来昨天平台的修缮效果非常牢固 接下来安娜打算修缮整个竹屋 先检查竹屋底部 看哪个位置老化了需要加固的 底部的支撑柱子破损比较严重 表面看似完好无损的支撑柱子 实则早已被白蚁啃伤得不轻 检查了全部的支撑柱子 确认了需要更换夹部柱子位置 有邮局的辅助下 安娜修缮木屋工作会更加顺利许多 今天耗费的时间竟然不多 一天的空余时间竟然可以制作木桥 这都不算啥呢 安娜还安装设计平台围栏 屋顶漏雨了 就上山去找一些芭蕉叶来弥补漏洞 经过一下午的修补工作完成之后 此时安娜开心的像个 还在坐在平台地上逗耍狗子 鸭子们在水里游玩得那么的欢乐 接下来安娜继续开始缝补屋顶工作 真是个能干的安娜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时天空开始慢慢变得黑暗 看来天开始变黑了 手中在怎么急忙地活 安娜不得不先把她放下 暖暖的灯光之下 竟然还有几只鬼鬼祟祟的鸡 还在院子里逛着 等到第二天后 也就没见着鸡的身影了 看来昨晚他们又是熬夜的一天 蜜蜂起的是最早的 狗子第二 小猫第三 鸭子们第四 接下来就到了安娜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如同昨天般的身影 在菜园里正在给菜园浇灌水 今天的菜苗 已经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菜苗 经过被水的浇灌之后 菜园里的青菜长得更加的翠绿了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 当别人还在野外三天饿酒顿的时候 安娜早已靠着种植各种山货技术 出产了很多的芋头和生姜 背着一大背篓的物资 来到市集售卖 这么好的薄利多销的买卖 安娜赚得蓬满笑容 一筐楼的鸡蛋最抢手 几下子就被几个大妈全部拿下 接着又被买走几包 接着又好多包的生姜 全被顾客买下 由于这些安娜种植在大山里 好不好吃购买的顾客最了解了 刚卖完了山货 安娜无意中就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很爽快地买下了它 放在杯楼里打算再去买几件新衣服 还顺手买了几颗瓜苗 今天赚来的钱确实不够耐用 各种物资购买了不少 刚赚到的钱放包里还没暖和 这么快就被花完了 安娜把在市集里买的油炸饼 拿出来跟狗子一起分享 接着是穿了新买的衣服 一天没喂食的一群鸡们 看来是饿得不行了 刚撒出去的食物很快就被吃完了 安娜这也是为了报答他们的鸡蛋吧 要是没有他们的鸡蛋 安娜可能买不起新衣服呢 微凉的清晨 一群生猛的鸭子在河里翩翩起舞 一边高歌着嘎嘎声 在我们这里含义是啥咱们不清楚 但放在国外缅甸 安娜很清楚鸭子们应该饿疯了吧 赶紧扛起一篮子食物过来 此时千军万马的鸡鸭群赶得过来 要是来得慢了 连米渣都没闻到 安娜在打扫鸡卷卫生的时候 看见鸡窝 已经有了很多的鸡蛋 要是靠自己吃根本吃不完 要是让蛋孵出小鸡呢 根本养不起 疑似打算那一部分去市集里卖 顺便去山上看看 之前种的生姜和芋头收获如何 背着背篓穿过一条小河 爬山抄小路 终于来到种植基地 放下杯篓开始挖货工作 很快生姜和芋头装满了整个杯篓 这算是一份苦劳 一份收获吧 回到家中 把芋头和生姜表面处理干净 卖相好看才容易吸引顾客前来光顾 第二天刚亮不久 安娜背着一杯篓山货走了一早上的山路 耗费了两小时 才来到了市集里 看来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确实让人苦恼 安娜找到了好的摊位 开始把需要售卖的产品拿了出来 没开始多久 就有很多的顾客开始前来购买 顾客看到这么好的山货 没有太多的犹豫 价格方面安娜给的也相当的到位 很快安娜的回报 也是包里装的鼓鼓的 安娜对这份收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货很快就卖完了 安娜也开始收工了 顺便在市集里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用品再回去 安娜的鸭蛋刚孵出一批小鸭子 安娜蹲下来在一旁精心照料着 确实刚出生的小鸭子确实长得真的可爱 小猫 小狗和鸭子们跟在安娜 已经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闲暇时间就在院子里玩耍享受着大山里的风景 只有安娜一人 在庄园里干着忙不完的活 上个视频 安娜去市集里卖了生姜和芋头 换了不少的钱 还买上了一件新衣服 还买了好多的家具 这次安娜同样的 刚下完一场雨 安娜打算去山上游走一圈 寻找一些山货野菜 拿去市集里卖 由于城里人们都吃腻了山珍海味 整点野菜之类的 是非常的有食欲感 安娜为了能给接下来的感激 准备足够的山货 安娜走了十里山地 才来到此处 眼看山的前方依然是山 采野菜不能太贪 只要撇掉尖角嫩牙就行 抬头望芭蕉树 果然还是逃不过安娜的法眼 收获很不错 一杯搂装上了满满的山货 看着我都想问安娜要一把 能不能吃我不知道 待一会儿看着安娜 到市集里的售卖情况就知道了 安娜回到家中 把今天的收获放了下来 把它拿出来 细心地整理好 好看的外观 才能更好地吸引顾客前来购买 早上安娜起得很早 所以现在的时间还早 后脚安娜背上山货 准备去市集进行售卖 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今早的劳动就白费了 野菜不新鲜顾客肯定是不接受的 越新鲜售卖的出去的速度 就会更快一些 终于安娜来到了市集菜市场中心 旁边附近售卖的菜摊 都是平时大家常见的 果然安娜的货材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懂获得老阿姨们 才懂得这山货的珍贵 人间的美食 往往是最朴素的食材 朴素的食材 在市集大城市里 往往是最难得的 就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安娜的货 才是老阿姨们的喜爱 非常受欢迎 走过来的路程两小时 售卖不到两分钟 全被阿姨们抢光了 看来安娜的背搂装的 还是有点少 下次应该叫个男的 一起去帮忙才行 接下来安娜在市集 购买一些物品 火腿肠是安娜的最爱 顺手买了两根 一根一边吃 一根可以一边玩着 呵呵 开个玩笑 好玩的市集包里的钱 果然不耐用 还没购买多少的物品 很快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舍不得离开热闹的市集 安娜无奈的 还是赶紧回来最初的庄园 因为家里的狗子 小鸡小鸭 还在等着安娜回来呢 当别人在荒野 还在为食物奔波的时候 安娜已经种植了 各种山货和芋头 实现了美食自由 为了想让自己 晚上睡觉的时候 更加的舒服些 今天打算制作一张 上万的体验的豪床 安娜学过 卤班木匠手艺 仅用一天时间 就打造出奢华的木床 不得不佩服安娜的手艺 木屋的外观 看上去也是 那么的漂亮好看 要是你也拥有这样的安娜 你几点回家 每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晨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 院子里的氛围 跟在时间一起热闹了起来 狗子和猫咪的关系 最近越来越好了 连睡觉都是一起的了 只有刚来人间的小鸭子 对环境方面 还得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一群老鸭子在河里 不断地在暗示着小鸭子们 总有一天 小鸭子也会跟他们一样 在水里任意游玩 安娜起床 为了满足照顾家禽们 一早上时间 手脚从没停过 看起来是比较辛苦 并准快乐着 安娜把之前挖到的芋头 准备制作一顿丰盛的早餐 煮的份量比较多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狗子们这次肯定又享福了 时间比较久 安娜打算先制作一张豪华套床 先搬运好的材料木板过来 用油锯把它切断 木板材料都准备就绪之后 开始安装出床的框架结构 这一张床比较功能化 要是安娜谈几个男朋友 这张床完全够用 床底不仅可以藏人 还可以当衣柜用 放点其他物品也是可以的 这还没完呢 安娜还安装了一个台面 上面也可以放棉被之类的 看起来非常实用又方便 窗口也用木板固定上 摆上花盆室内的装修 也应该差不多了 大家看上去喜欢这样的房间吗 这时开始到吃饭时间了 安娜去菜园里整了一把小葱 洗干净后 拿到厨房切好 把小葱放进芋头锅里一起煮 香味更加的扑鼻了 安娜先打一大碗品尝味道如何 刚好小猫咪嘴馋了 一起吃了晚饭 接下来到狗子们用餐 吃饱喝足夜深人静 安娜回屋 正准备享受着今天的劳动成果了 今晚肯定睡个好梦 一个本该享受着爱情滋润的花季美少女 却独自一人 在山林里居住了三年 凭借着自身十八般武艺的本领 无论是建造木屋 还是在山林里寻找各种野生食物果实 安娜的荒野生活 一天比一天过得是那么滋润 安娜还靠着售卖各种山火 走上了人生巅峰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的安娜 也成功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鞋子 微凉的清晨田园间热闹非凡 各种积压叫声汇聚而来 狗子坐于生物庭院中 等着主人起床 一只公鸡正在打扮着自己的着装 转过身来看着是那么的优雅 而鸭子们一人在水上嬉戏游玩 只有怕冷的小猫们 蹲在炉边陪伴着安娜制作早饭 今天安娜想去很远深山里 寻找一种好吃的水果 它生长在很高的树上 安娜先装满一瓶开水 待一会儿虚用得上 今天的上山的目标不大 装满这个碑楼就可以了 安娜来到了棕榈树下 树上长满了棕榈果 看着果实的颜色应该成熟了 随地捡起几颗 品尝一下味道 狗子也很想帮忙 可惜没有手 只能坐在一旁看着安娜 不过陪伴 也是对安娜的最大帮助 接着安娜制作一个杆子 头顶那里制作一个钩子 方便摘果子 狗子看见树上掉下来了很多的棕榈果 那兴奋的不得了 安娜赶紧把棕榈果装满整个杯楼 要是安娜一个人吃 根本吃不完 但看到树上这么多的果子 要是烂在树上 那得多可惜啊 疑似安娜想着经过加工煮熟后 包装好拿去市集里售卖 这一杯楼装得可真多 把三个篮子都装得满满等等 这回拿去市集里卖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越想越兴奋的安娜开水烧起水来 水烧开之后 把棕榈果全部放锅里煮熟 控鱼的时间 安娜还不能偷闲的时候 接着还要把剩余的芋头 全部一起拿去卖 棕榈果煮熟了 拿几颗来先品尝一下 味道好不好吃 这是对产品的质量保证 也是对顾客的安全负责 把煮好的棕榈果 全部分装打包好 售卖的时候会方便许多 细心的安娜果然是那么得优秀 每一份的打包分量 不需要客趁还分装的是那么均匀 把它全部装到杯楼里 关上大门 赶紧把它杯到市集里买了 要是再等到第二天再去的话 那品质肯定是不能保证的 好吃的东西当然是要趁热吃了 一回生二回熟嘛 安娜去过几次市集了 这次知道哪条是近路了 这次用的时间 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集 刚把山货拿出来摆 一位妹子就蹲手看着 货还没打开摆出来玩 她就买走了一整包 这才多久呀 一分钟都不到 安娜就把货卖出去了一半 后脚接着又被全部买下 看来棕榈果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芋头就没那么好卖了 不过最后也是卖光的 接下来就是安娜的购物时刻了 安娜买下了一双喜欢已久的运动鞋 还买了各种家具用品 也差不多到了回家的时间了 再怎么热闹的市集 日落归山之时 再好也好不过 安娜亲手打造的木屋田园 微凉的清晨 喧哗的庄园中 河里有鸭子细水 桥上有小鸭子看热闹 而狗子们跟紧安娜不离不弃 安娜开始调制油漆 河里的使用材料 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有节奏感 调制好油漆之后 搬起凳子 就开始用油漆刷在木板表面 安娜忙碌了起来 由于昨晚刷好了墙壁 今天打算把整个木屋全部刷完 刷上的油漆的木板 可以起到防腐作用 看上去也更加的美观 一天的努力成果确实很不错 手上沾满了油漆的颜色 安娜赶紧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第二天清晨 安娜亲手打造的木屋 在幽谷中被烟雾环绕 如同仙境一般 狗子们还躺在窝里 正做着美梦的时候 安娜已经开始拿起油具准备工作 先拿出一块木材 把它切成片 把切成片的木板 继续把表面打磨光滑 这些木板材料 今天对安娜的建造 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快到冬天了 要是家里没有个暖炉的话 那肯定晚上睡觉会非常的冷 休已过冬即将到来 每次到深夜的时候 安娜睡觉被寒冷折磨得无法入眠 今天下定决心 安装一个大暖炉 先把墙壁挖出一个洞 排烟管可以从这个位置出去 安装好了烟口 接着又安装设计暖炉口 刚切好的木板 基本都需要用到 量好尺寸 多余地切掉 按顺序叠放上去固定好 暖炉内部设计 也是比较简单 底部平铺上细杀即可 这样以后在里面烧火 就不会烧到房子的木板了 再大的烟也不怕 烟直接从上面的排烟管 排到屋外 还能起到保暖效果 这不比暖气空调效果好呢 还不用面临着焦电费的苦恼 安娜先尝试着 在暖炉里烧起火来 此时寒冷的深夜房间里 开始慢慢变暖了起来 这么漂亮又温暖的家 今晚安娜肯定睡个好梦 冬季的山里清晨的天气 让人感到无比的寒冷 毛茸茸的鸭子们 依然在水里游玩的是那么快乐 狗子看着安娜 每天都是那么的忙碌着 显然表现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还假装快要睡着的样子 冬天的太阳出来就是暖 安娜开始准备工作 先来到材料基地堆放点 看着安娜的生活 确实是很平淡 但很显然安娜从没休闲过 每天都在不断打造新的木屋改造 今后可以享受着更好的生活 安娜把准备好的材料 有好的材料 可以让安娜更好的放开手 和想法去做事 把需要的木材料搬运到屋里来 利用木条当作梁池使用 贴合在墙壁笔划了几下 对比了一下需要用到材料的长度 接着在木条上 测量出需要合适的长度 用笔划线做好标记 利用手工具把材料锯出来 原来安娜今天打算给狗子们建设小窝 制作好整体框架 每一块的木板 安娜的手工木匠安装手法非常完美 木板材料经过安娜的测量之后 每个钉子的固定贴合 恰到好处 先把狗窝的边围起来固定好 接着又铺盖屋顶的木板 这是个三联窝套房狗窝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也感觉不错 这还没完呢 安娜开始继续给木屋刷上油漆 经过一碗的风干 效果确实很不错 紧接着安娜继续给大门刷上油漆 白天有太阳 应该油漆干得会快一些 也顺便把狗窝外观一起刷上油漆 真是个命好的狗子们 能够遇见这么好的安娜 体贴照顾着 真是羡慕娜 这才是荒野生活中最顶级的享受 女人在山林里十堆杂乱中 开荒种地 撒上希望的种子 历经几个月之后 原生态自然生长 收获了大量的芋头和四季豆 不仅每顿都可以制作出美味的手抓饼 还在奢华的童话木屋里 和狗子们一起分享品尝着安娜的劳动成果 吃上着一般人吃不上的大鱼大肉 冬季随着半月连续阴雨天气 安娜已经做好了保暖防护 在屋内壁炉里烧起火来 这是可以使屋内的温度更加暖和 狗子们有些还懒在窝里一动不动 聪明的狗子 早已趴在屋内享受着壁炉的暖气 天已经开始明亮了 此时不怕冷的鸭子们 在水里细水游玩 安娜准备拿着一筐食物过来喂饱鸡鸭 这一群鸡一窝蜂跑了过来抢食物 要是动作慢了 估计要饿肚子一天的 只有不慌不忙的鸭子们 还在河边摆起pose 正在给自己梳妆打理 这不比安娜更会臭美 只有狗子们 一直在关心着安娜的劳动性苦 这也是安娜有什么好吃的 都会先给狗子品尝的原因 单身的兄弟们也一样啊 当你很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你必须行动起来 不要只光在一旁想着 该主动跟人家聊天 或者约出去逛街去玩 也是很不错的 安娜养的狗子也是 每天都黏着安娜不离不弃呢 今天安娜准备杯点芋头 到山田里种下芋头 来年的收获大量的芋头 吃不完的情况下 还可以拿到市集里售卖 换钱卖新衣服什么的 安娜上山的时候路过发电站 由于白天不需要电能 为了让发电机的使用寿命更长一些 安娜决定先把发电机拿出来 等回家路过的时候 再把它安装上去即可 安娜好不容易来到山里的菜园 小时候我们跟着爸妈去干活 不是真的干活 而是去玩泥巴去了 安娜长大了 她来到这片山地菜园里不是来玩的 安娜打算打理好这片山里的菜园 在给挨小又长满果实的四季豆除草同时 还在不断丢掉一些石头 要是把芋头种在石头堆上 没有多少泥土的话 那么明年的丰收肯定是不好的 安娜种上了生姜 用肥沃松软的泥土把它全部埋上 顺手把四季豆全部摘回家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长在地里的有点像红薯 但看起来像树的这样叫什么呀 一棵可以挖出来好多个呢 安娜今天劳动之后收获也是满满的 背起一大背篓的收获 准备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犒劳一下自己 路过发电站 顺便把发电机装了回去 晚上有灯光 这样的荒野生活 谁不羡慕呢 安娜把今天打得来的食物 先扒掉外皮 接着把它刷成粉 挤出水分之后 等它全部沉淀 再把上面的水倒掉 紧接着倒进平底锅开始煎起来 这是所谓的手抓饼制作过程吗 看起来的好好吃的样子 火炉边还可以一边烤着鱼 刚好鱼熟了 手抓饼也煎好 好吃的东西当然是要在好的地方吃了 安娜把做好的晚餐 全部拿到童话木屋来享用 此时狗子们跟着安娜了一天 从没离开过半步 等的就是这一顿晚餐 有饼有肉确实好吃 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 拿物资到市集里面 数钱数到手软 是什么样的体验 安娜用了三年时间 在优美的深山幽谷中 不仅建造了漂亮的木屋 不仅在院子里 饲养了一大群鸡鸭 还喂养了好几只听话的狗子 历尽半年的饲养 喜欢在水里游玩的鸭子们 也开始产出了第一批鸭蛋 由于在大山里 安娜好久没穿上新衣服 今天打算拿一些物资 拿到市集里面 雨后的天气 安娜独自一人 来到了竹林山上 刚好到竹笋生长季节 由于竹笋还没长出来 寻找的时候 需要仔细才发现 有些竹笋 也长出泥土一小间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寻找 收获了大量的野生竹笋 再一次收获 满满踏上市集售卖之旅 实现了财富自由 数钱数到手软 微凉的清晨 宁静的清晨幽谷中 开始热闹了起来 随着宫鸡鸣声 新的一天 也拉开新的生活 清晨的幽谷 美鲜如画的青烟鸟鸟生起 冬天只剩最后一朵豆艳的大红花 坚持着最后一口气的执着 菜棚上的西红柿 用自己的凋零的枯叶 证明了冬天是那么的无情 也迎来了春天的 雷雷硕果的丰收 窝里的狗子们 还酣睡在窝里正香 安娜起床后 先把院子里打扫了一遍 鸭子们正开心地 在河里吸完着 刚好发现安娜拿着一筐搂食物 正向他们走过来 此时一窝蜂鸭子们正赶了过来 安娜投喂好了食物 顺便拿着篮子到河里捡起鸭蛋 心想着 捡了这么一大篮子的鸭蛋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拿去市集里卖呢 看着又有点少 疑似安娜打算再去山里 挖一些野生竹笋 很快安娜来到竹林基地 竹笋还没长出来 只好用洛阳铲仔细寻找着 安娜挖出了第一根很嫩又大个的竹笋 看来这片竹林里的竹笋是非常多的 没经验的人到这里只能摇头就离开了 安娜在荒野生活经验 是非常的充足的 很快就挖出了好多的竹笋 虽然看起很辛苦 不过安娜非常的开心 一边挖着一边笑容满面 这回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了 很快安娜收获了一大杯篓的竹笋 回到家中 先把它们全部处理好 只有卖相好看顾客才看得上 售卖的速度会快一些 时间来到第二天 安娜背起准备好的竹笋和鸡蛋 背到市集里去 清晨的市集已经挤满人群 好多顾客已经在菜市场闲转着等待好货到来 安娜先把漂亮好看的竹笋拿出来摆 每一根的竹笋 看起来都是非常新鲜又大个 很快周边开始围满了顾客前来购买 还没到几分钟的时间 安娜已经把物质全部卖光了 此时大家也看到了安娜数钱的样子 看来这次赚来的钱 可以购买很多物资了 安娜买了好多吃的 此时是集里的氛围更加的热闹 安娜无奈之下还是要赶紧回去了 想起着家里的狗子和鸡鸭等着她回去呢 安娜不仅在深山幽谷中独居了三年 盖出了奢华的纯手工木屋 还在野外腌制了猪腌肉 利用自己种出来的青菜 制作出一罐吃不完的酸菜 在院子里还养了好多的鸡鸭和狗子 当别人正在荒野中三天饿久顿的时候 安娜此时还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土豆焖猪脚美食 微凉的清晨幽谷中 热闹的鸭子们已经在水里游玩得如此欢乐 此时安娜忙碌的身影 正在院子附近挖出了一头很大沙浆 此时怕冷的狗子还趴在壁炉旁边 正享受着暖暖的冬天 这是安娜昨天在市集里买回来的一大块五花肉 安娜想着这样熏着也不是个办法 一个人吃呢 又没那么快吃完 疑似想着把它全部拿来腌了 这很多人也是有疑问的 为什么不抹上盐后放在火堆上烟熏呢 其实安娜也想过这个问题 由于腊肉太难洗难处理了 安娜才想到这么好的办法的 打算拿这些肉来做腌肉 一来可以保存很久 味道更加美味 二来想吃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开封即可拿来制作出美味佳肴的菜 清洗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安娜先用清水清洗好平底锅 把清洗好的平底锅 放在火堆上进行烧热 把糯米倒进平底锅里 小火慢炒 糯米炒出香气 将糯米水分全被炒干之后 这样用来腌肉 可以更好地吸收腌肉里的油脂 这样腌肉吃起来才不油腻 安娜先把挖来的沙浆处理清洗干净 安娜先把猪肉分切成小块 嘴馋的狗子 前来转悠半天 好像闻到了肉香 连觉都不愿意睡了 安娜也好心给了狗子一块肉 河里的鸭子们 吸吸水游玩闹着 让荒芜人烟的幽谷中 增添一份快乐和热闹 简直就是个开心果 此时幽静的田园间 多了些喧闹 把沙浆放入咬子里 用锤子挡碎 再把捣碎的沙浆倒进肉盆中 接着又在咬子里 倒入炒好的糯米 检查看糯米捣碎的程度 感觉可以了差不多了 直接把捣碎的糯米 全部倒进肉盆里 基本配料都安排好了 下一步就是把它们搅拌均匀 把搅拌好的腌肉 全部放入坛子里 使用坛子腌肉 可以保留着食物原本的味道 还可以保证食物味道不会变质 最后再用叶子进行密封处理 腌肉保存也就做好了 估计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多余的猪脚肉 可以拿来制作今夜的晚餐 把猪脚放进锅里焖煮出浮沫 等待空余时间 安娜到菜园里挖了一堆土豆 这么安娜种出来的土豆 跟我们平时的土豆不一样呢 正常的土豆不是黄的吗 为什么安娜种挖出来的土豆 是绿色的呢 我之前听专家说过 吃这种发绿的土豆 是不可以吃的 但有个专家说过一句话 吃泡面不健康 有个博主回应说 我都穷的 连泡面都快吃不起了 我还在乎这些小细节吗 安娜也是这么想的 竟然直接种出来的土豆 没有添加任何科技与狠活 为啥不能吃 说的也不无道理 接着安娜把老的青菜 全部收割回来 要是这些青菜再过几天 可能就要烂在地里了 安娜赶紧把它全部处理好 把青菜清洗干净 接下来大家知道 安娜需要用这些青菜做什么吗 没错 安娜打算腌制一罐酸菜 晾晒干青菜后 把它全部切成段 非常细心的安娜 把切好的青菜段塞进罐子里 刚好安娜的土豆焖猪腿也煮好了 今天肚子也饿得不行 这次吃饭也是要拿大碗的 先来上她一小块肉 这味道真是绝了 嘴馋的小狗 正啃着安娜刚丢掉的那根骨头 啃得如此津津有味呀 带着狗子进山上挖竹笋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微凉的清晨幽谷中 在灯光衬托之下 是那么格外的耀眼 早晨的花草之头上 挂满晶莹剔透的露珠 迎接着新一天的开始 安娜正从屋内走出屋外 此时半山的迷雾迟迟未散去 安娜已经起来 开始打扫屋子卫生 此时狗子们还懒懒偷睡不起 听见安娜刚打开闷声 狗子们像502一样 越年越紧跟随不放 安娜喂饱了鸡鸭之后 此时就是减鸭蛋时刻了 我就好奇了 为什么鸭子们下蛋不下在窝里吗 走到哪就下到哪的 母鸡们才会照顾自己的小鸡 但下在窝里 孵出小鸡之后 也保护得很好 这辩论问题 咱们还是不要继续辩论下去了 死鸭子还嘴硬 是有道理的 安娜捡鸭蛋的过程中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两三只鸭子 竟然在河里打起扑克 真是吃喝拉撒 都是在河里解决呀 平淡的生活重归宁静 昨天虽然已经腌制了大量的酸菜 但由于种植的芥菜数量有点多 晾晒的芥菜已经干透达 安娜把青菜回收了起来 上次的腌菜经验 使这次经验更加的丰富 想到上次在山上挖的竹笋 非常受欢迎 这次安娜打算再次去山上逛逛 由于路途遥远 去的时间比较久 耗费体力之大 肚子容易饿 安娜在后院旁边摘了大一点的叶子 小狗子好奇在鸡窝旁边 好奇地看着 不敢说话 安娜顺手想摸一下呆头的自己 显然不好意思地躲进了鸡屋里去了 安娜把刚摘回来的叶子 放在火上面烤一下消消毒 再用叶子把米饭包裹好 安娜带上了今天需要吃的食物 背起背楼准备上山去了 有经验的狗子 这回上山的路上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先锋对飞狗子莫属 安娜来到了竹林基地 先把装备组装好 果然竹笋的生长方式很难寻找 但还没长出土上面的竹笋 是真的嫩 嫩的竹笋口感才更加的美味 好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安娜很快就有所收获 刚顶破土壤的笋间 露出了个小脑袋 躲避在树叶下等待着安娜前来寻找 好运似乎一直顾捐着安娜 一个位置还能挖出好多根的竹笋 安娜兴奋地赶紧用铲子 把竹笋全部挖出来 林子大了 竹笋自然也就变多了 省不了心的狗子 已不见了踪影 听到安娜得召唤之后 狗子无奈只好回到安娜身旁 原来狗子肚子有点饿了 偷偷地在附近寻找食物去了 安娜先喂了一口水给狗子 接着还得继续挖竹笋 不然到天黑了就很不方便 果然非常努力的安娜 收获的确不会太差 挖了一堆竹笋摆在那里 肚子饿了 就把金枣袋的米饭拿出来 和狗子一起分享 填饱了肚子 紧接着一遍处理好竹笋 把不能要的边角料全部切掉 一边放进杯楼里面 安娜把竹笋刚背回到家门口 一群热情的小猫小狗 迎接着安娜的满载而归 安娜喂饱了鸡鸭和狗子 时间就是金钱 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浪费着 安娜赶紧背上竹笋 拿到市集里卖 路途遥远 到了市集 有经验的大妈们 看见安娜前来的身影 就知道有好货了 刚从杯楼里的竹笋拿出来还没摆好 已经有好几个顾客 开始挑选量货了 还没过几分钟 摊位上已经挤满了顾客 安娜的竹笋 是真的受欢营养 看来这次还是带来的有点少了 要是有辆车去装着拉过来卖 那岂不发大财了 安娜卖完了竹笋 打算在市集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和一些工具 顺手买下了一张鱼网 难不成下次的感激 安娜打算把自养的鱼拿来卖了 这才是荒野生活中建造最牛逼的女人 安娜独自在深山幽谷中生活了三年 不仅在院子里养殖了一群鸭 连狗子和小猫也开始成群结队 还制作了笋卯结构制作研磨底盘的底座 成功修复千年历史的研磨盘 上级安娜跟狗子去山上竹林里挖了好多竹笋 拿到市集里售卖 实现财富自由的安娜 并在市集里购买了各种物资 今天安娜打算在院子里铺设水泥地 这样一来 今后在院子里走动 再也不用担心鞋子沾泥土的烦恼了 微凉的清晨 安娜起床之后 来到厨房准备起了早晨 之前种植的红薯迎来大丰收 每天都需要调剂口味 才能保证安娜的营养均匀 虽然食物还没煮熟出锅 炉边已经开始围满了阿猫阿狗 等待吃早餐的小家伙们 已经开始安耐不住了 随着安娜一声的召唤 狗子们开心地跳了起来 二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包去诱人的红薯外皮 细心地给小猫咪喂食了红薯 可爱的猫咪叫声依然是那么的可爱 似乎猫咪只对鱼肝比较感兴趣 此时狗子坐在地上吃得津津有味 嘴馋的狗子们围在安娜面前 期盼着安娜赶紧再一次喂食 安娜剪茶锅里冒泡的五花肉搅拌一番 接着安娜到河边捡起了鸭蛋 由于河里比较深 正好又是寒冷的冬季 安娜每次去捡鸭蛋 非常的不方便 疑似想了这么个好办法 用这种制作的捞网方便了许多 安娜剪完了所有鸭蛋 这时开始正式工作了 先拿木板挡住凹滴的地方进行固定 接着用筒装上合理的沙土 一点点的搬运到需要铺设的台面 很快安娜搬运了一大堆的沙土 接着下一步倒入水泥搅拌 把筛选过的河沙和水泥搅拌在一起 一番二混三搅拌 一顿操作地面牢固怎么踩都不烂 不得不佩服安娜小小身板做事如此不慢 一点也不含糊 把男人干不明白的活 安娜却整治的服服帖帖 地板铺设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安娜开始制作下一个研磨装置任务 先搬运过来大块木条 利用没斗拉线需要切的位置 发动油锯把木条切成两半 这么大的木头 切实很不好切开 刚好切开了呢 里面有一半发现一个很大的虫洞 有点不怎么理想 安娜接着继续切开下一根小一点的木头 这根木条质量不错 那就拿她来制作研磨台的支架吧 安娜把损毛结构安排得明明白白 为了防此支架不牢固 特意固定上钉子 接着搭建上研磨底盘 中间挖出一个小洞 插上一根木条 把多余的切掉 安装上盖研磨石 这时研磨机组装得差不多了 为了更好的手转研磨机 安娜还设计了一个方便手摇形状好看的木头 装好了研磨机 安娜早已迫不及待 先尝试一下研磨玉米了 以后小鸡小鸭们 终于可以吃上等的玉米粉 搅拌上菜叶子 营养方面肯定跟得上 只有肥大的鸡鸭们之后 才有更好鸡鸭蛋 有了更多的鸡鸭蛋 安娜才有更好的鸡鸭蛋 拿去市集里售卖 今后安娜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院子里面有菜园 有鸡 有鸭 有狗子和猫咪 这些都是安娜自己亲手养的 还给自己建了个纯木屋高级厕所 最厉害的是 她竟然给自己做了个马桶 上个视频说到安娜恢复千年研磨时 还给院子里铺设水泥地 今天安娜早早地就给家畜们研磨玉米 安娜一边磨着玉米 一边看着鸡鸭们吃得正欢 此时安娜脸上露出了笑容 开心地像个孩子 安娜喂食了家畜之后 来到之前盖的厕所位置 今天打算翻新这间破旧的厕所 破旧不堪的竹门 安娜看上去 似乎有点舍不的 历经岁月风雨的摧残 已经破旧不堪 安娜站在一旁 看了一会儿无从下手 显然修缮茅测 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先拆除掉破损的竹门 再把周围的竹板拆除掉 由于搭建屋顶的时候 使用了竹片捆绑手法 目前牢固性依然非常牢固 安娜想要拆除它 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安娜选择了强拆 才能轻易地拆除掉 而之前设计的框架的时候 使用了钉子固定的 框架的拆除 就得借助撬棍才方便拆除了 这些看似废弃的木材 实则是个宝 今后安娜可以利用这些木材 拿去烧火做饭也是很不错的 狗子们听到动静声音很大 还以为安娜遇见了歹徒之类 急忙一群跑了过来 还好看见的只是安娜在那里忙碌着 接下来安娜先清理平台杂物 扫出来的树叶杂物 点火把它全烧了 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烧火的过程 还可以一边烤着需要用的木材 看到这里没有经验的叔叔阿姨们 肯定有疑问了 我在这个链接测了一下自己的脸 竟然测出了明星脸呢 脸型还是个娃娃脸呢 你点进去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吧 记得评论区分享哦 咱们接着讲 木材烧黑是有原因的 一来可以防腐 二来寿命更长 烧成灰烬的干草杂物 可以当做肥料 之后撒上菜苗长出来的青菜 可嫩绿了 安娜把木材全部搬运了过来 这些木板质量非常的好 准备开始搭建工作 先把测量的木板多余的部分分切掉 接着将立柱依次放置于坑中 利用钉子把交接的位置固定起来 另一半比较高的框架衡量 也是一样的方法 搭建好了整体框架 安娜开始利用木板制作马桶 先设计一个四正方形的木盒 再把四方盒放置在排屋口上 原来安娜先打算制作出一个做便器马桶 果然山里的生活 只要你稍微多动点脑子 就可以轻松享受着 城里拉欧里的快感了 随后安娜搅拌水泥 中间的坑口就利用芭蕉树堵住 方便今后地取出 接着把搅拌好的水泥倒入木箱里面 为了能够让马桶更加地牢固 安娜还往里面添加十块 这样还可以降低原材料的使用 填满了水泥 安娜把上面抹平光滑 今后上厕所 也不会扎到自己屁股 下一步接着设计搭建马桶盖 看着是不是不可思议 对没错 安娜就是这么有才 就简单用尺子在上面抵花了几下 脑海中就已经呈现出 自己想要的设计效果了 把处理好的木板安装在马桶上面 利用铁钉把四周固定牢固 此时再看 马桶已经开始成型 之后再把马桶改造安装上去 此时安娜对自己的手艺非常的满意 一边检查着质量 一边开心的像个孩子 她居然给自己搭建了一间奢华VIP纯手工茅厕 甚至还打造了大城市里专用的马桶 上集说到安娜修复了千年历史研磨石 也实现了保证鸭子们都可以吃上细腻的玉米饭 果真 今日的鸭蛋吓得如此大个 数量也变多了起来 看来这几天的鸭子营养是跟得上了 这研磨石安娜使用起来也非常的顺手 鸡鸭越吃越开心 安娜来到昨天没修缮好的茅厕 检查打开马桶盖看了看 满意的笑容从脸颊边散发出来 接着安娜开始继续修缮茅厕围墙和屋顶 微凉的清晨 商务弥漫环绕着安娜的田园间 狗子们听见安娜正工作的火热朝天时赶了过来 安娜取来了木板 用邮具切开出合适的长度 开始安装厕所的主体结构 先在框架上放置好木板 利用钉子把木板固定在柱子上 固定好了一面木板 超出了墙体的范围 安娜发动油锯切开多余的部分 接着同样的方法继续铺设下一个墙面 三面墙都固定上了木板 此时茅测的搭建 整体也差不多了 刚好马桶水泥已经干透了 蹭着现在把里面的芭蕉树给挖了出来 安娜想到了个更好的装饰茅测方法 也不会浪费安娜身上一分钱 就地取材 直接用邮具把切掉边上多余的木板 余留的地方改上花刀 这不奢华的茅测不就开始有模有样了 接下来安娜利用木板边角料铺盖屋顶 瘦小苗条的身材果然是好 爬上去的动作是那么的优雅 轻轻松松就爬了上去 爱凑热闹的小猫早已先登 还在上面摆起各种造型 难道这是想引起安娜注意力吗 可惜安娜专注搭建茅测 没有太多的心思理会这些小家伙 很快安娜铺设好了屋顶 此时茅测看起来更加的美观了 比我家的房子还漂亮 安娜果然不一般人 人美就算了 还带有一门好手艺 这也太羡慕了吧 最后一步 安娜测量好茅测门口的长度 利用几块木板拼接成了一扇门 安娜装上了茅测的门 一天的时间很快即将过去 忙完修缮茅测工作之后的安娜 打扫周围卫生 要是你也拥有这样的茅测 你一天能上几次 女人在自己亲手开垦菜园里 撒上了希望的种子 等待到下个季节 山花绽放之时 必将又是个满满的收获 作为样样精通的安娜 她不仅修复了千年研磨石器 利用墨石器研磨玉米喂食鸡鸭 收获了大量的鸡蛋 鸭蛋 更是修缮了一间奢华的茅测 甚至是编制职业 也是信手拈来 就连种植业也有所涉猎 一方梦境般的小院月静好 微凉的清晨 时间再怎么快一点 也需要用片刻的宁静 在时间的步伐慢慢流失 家畜们起得非常的早 也吵醒了安娜昨夜的美梦 安娜打开门就看见狗子坐在那里 早已等候迎接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新的一天开始了 安娜去做什么事 好像狗子们也很想去帮忙 烧了一壶开水 拿出了刚收获的种子 刚好昨夜下了一场毛毛雨 今天打算把种子播种下去 刚起床的安娜 就把院子里的家畜打理井井有条 由于前阵子收获出大量的土豆 空置出了一片菜园地 安娜先打理清除杂草 丰收的季节 菜园的围栏棚架上 挂住了红绿的西红柿 也体现出了安娜一人种出来的菜园 根本吃不完 接下来老天很快乌云扑盖了安娜整个田园 安娜打理的菜园种植青菜动作 不得不加快速度 种植好了菜园青菜 安娜来到厨房拿起砍刀 看见刮棚生长的速度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爬掌了 安娜想着给刮藤们搭建个搭棚 任由他爬掌 来到后院山上 刚好发现一棵树被风吹倒在地 安娜也砍了好几捆竹子回来 只有竹子才是搭棚的好材料 刚背回来了材料 安娜一时半会儿也不敢闲着 下一秒立马开始挖出搭棚坑位 接着利用竹子搭建上去 再把竹子破开 把它全部分切成竹片 再利用竹片编制成一块很大的竹网 这样一来 今后佛手刮就可以在棚架上面任由爬掌了 今后长出来的佛手刮数量 也会变得更多起来 也说明着安娜的辛苦打理是值得的 安娜每天完成一样目标之后 嘴角边露出像个小孩一样的笑容 真的开心又满足 打理好了刮棚 由于母鸡们抢时比较生猛 再加上鸭子们饥饿的样子 就没有小鸡什么事了 疑似安娜想出个好的办法 利用多余的竹片材料 编制一个竹篮圈 小鸡们要是抢不到大群里的食物 可以从小缝隙里钻进去吃 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安娜手艺好就算了 人长得漂亮也是正常 但还那么聪明真是羡慕 在自己亲手养殖的鱼塘摸鱼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女人 独自在深山幽谷中生活了三年 不仅打造出了菜园农场 更是挖了一个很大鱼塘 养了好多的鸭 历经两年时间的养殖 鸭也到了收割的时间 盆子里满满的收获 安娜这两年的付出 得到了丰厚盆满回报 微凉的清晨 田园间恢复了往常的日子宁静 狗子们天都亮了许久了 还迟迟赖在窝里不起 似乎安娜给他们制作的狗窝 非常的很不错 刚打开门 准备打扫一下屋外的卫生 就看见狗子们一群等待安娜起床 而每日清晨的撸狗 成了安娜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安娜又开始忙碌着家务室日常工作 家禽被安娜饲养出天性 安娜才刚走到木桥上面的时候 一群鸭声体现出的淋漓尽致 安娜一声的召唤 千军万马的鸭赶了过来 争先抢食的画面非常的热闹 经过安娜两年的饲养 不仅吃腻了鸭蛋 还卖了不少钱 鸭的数量也是成倍增长 倍增的加勤数量 才能保证了安娜在田园间生活更加滋润 安娜喂食了鸡鸭 拿起篮子和鱼网 来到了鱼塘旁边 先把进水口堵住 不让水流进鱼塘里 再用竹箩筐把出水口堵住 别让鱼跑了 随着把风水口的石头取出 鱼塘里的水池一涌而出 好奇的小猫趴在出水口上被吓了一跳 被惊吓后的小猫 胆子也变大了许多 还一边挽起水来 而为了保证竹箩筐 一直固定在排水口上 安娜细心地在旁边固定上一根木棍 仔细检查了一下出水口的排水量 确保不出意外的意外之后 安娜选择了先返回木屋 等待鱼池里的完全被排出 再过来抓鱼也不迟 蹭着排水的时间段里 安娜也没有闲着 打算制作一个鱼网抓鱼 取来了一根竹子 先把竹子的毛边削干净 再用锯子 把竹筒锯成好几段 接着把竹筒破开 把两边多余的毛边去掉之后 再依次给竹片挖出两个凹槽 每根的竹片安娜都非常的细心 单独加工设计 加工好的竹片放在一旁备用 随后利用竹皮制作成捆绑工具 把它窜上挖好洞的竹筒结 捆绑好之后 还试着笔画尝试了几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随后安娜拿起工具 来到鱼塘旁边 先安装好刚设计好的鱼网工具 好的工具抓鱼就可以是半功倍了 随后安娜开始了第一网的捕捞 鱼网很大 不过重量也变大了许多 安奈提网的时候耗费了不少的力气 费了老大劲 好不容易把网提了上来 可惜不能如安娜所愿 捞了个灵光弹 安娜再次放下了鱼网 一边下去到鱼塘 开始浑水摸鱼行动 尝试着很多次 安娜都没捞到想要的结果 难道养了两年多的鱼儿 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吗 不应该呀 安娜寻思着 也不甘心 不知安娜捞了多久 放了多少次的鱼网 终于捞到了一条很大的草鱼 一个大盆装着 都有点装不下了 这是安娜开心的像个孩子 笑声是那么的治愈 安娜抓起大鱼放入盆中 看着自己付出两年得到了回报 内心就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接着安娜继续抓起 为了提高捞鱼的效力 安娜准备下去鱼塘里抓鱼 这个画面像急了小时候贪玩的我们 在泥巴坑里玩耍打闹的画面 安娜在鱼塘浑水里 拿着鱼网到处乱摸鱼 结果鱼儿被摸到之后被吓了一跳 整条鱼从安娜肩膀飞过 一个满分的跳跃 安娜此时更加的开心更加喜悦 而安娜抓鱼的这段时光里 有开心有收获 我也希望能有安娜这样的抓鱼快乐时光 可惜现在的我们 要么是为了金钱奋斗 每天不就是努力的工作赚钱 就是拼命的加班 这样的快乐时光 只有我们小的时候才能拥有 可惜现在我们长大了 这样的快乐 离我们越来越远 果然安娜过上这样的生活 才是真的快乐自由 很快安娜抓到了很多的鱼 收拾鱼网工具 准备回家制作烟熏鱼干了 今天安娜已经在自家的鱼塘里 收获了大量的鱼货 不仅使用腊肉烟熏法制作了熏鱼 还跟狗子们吃上了美味的鱼肉炒饭 短时间内安娜一人根本吃不完 拿到十几里售卖感觉又划不来 所以安娜今天打算利用这些鱼 制作烟熏鱼腊肉 安娜先把盆里的鱼处理干净 先把它挂着晾晒干水分 而今天也特意留了几只大鱼 放入锅中蒸熟 刚好半天时间过去 挂着的鱼已经水分干透了 接下来安娜准备开始腌制鱼肉 先给鱼盆里撒上大量食盐 再倒入大量的黑胡椒粉 用手不断地揉搓 把调料涂抹整个鱼身 确保鱼肉上面的每一处都能腌制到位 接着继续涂抹上红色诱人的辣椒粉 涂抹均匀 就这放的辣椒粉用量 我看着头皮发麻 肯定辣得肚子痛 看到这里 我想到了小麦布里的鱼尾零食 那辣度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尝试的 蹭着腌制鱼时间段里 安娜也没有闲着 利用之前炼制的砖块 拿来搭建烤炉的关键 安娜搬运过来的砖块 直接搭建成火炉的样子 利用砖块 一层层切出三面围墙 为了保证砖块的稳步性 缝隙比较大的砖块 叠放塞入石块 进行调整位置 最后一步 在炉中间挖出一个小坑 这样烧出来的炭火 不容易把鱼肉烤糊了 开始点上柴火 清烟开始缓缓飘起 蹭着柴火燃烧的过程中 安娜急忙回屋 把需要用上的烤网和鱼肉拿了过来 小心翼翼把烤网摆放上去 接着整齐地把每一条鱼摆放在上面 烧的火不能烧得太大 这个时间段里非常的重要 安娜必须寸步不离地 一直在旁边看着 要是火烧得小了 就要及时添加柴火 火烧得太大了 要及时调整火力 这是个非常细心的火呢 经过半小时的熏烤之后 鱼肉表面开始烤着金黄 看起食欲感超级棒 为了能够让鱼肉更加的美味 安娜还利用香叶 把鱼全部盖住 让小火烟熏慢慢烤制 烤出来的颜色味道更加的诱人 此时熏鱼工作 已制作得差不多了 蹭着火烧的比较小的情况下 安娜去厨房 看着锅里蒸的鱼肉怎么样了 香气诱人的鱼肉也蒸好了 把鱼肉全部剥离下来 细心地除掉鱼肉里的小鱼刺 多余的鱼刺就丢给小猫和狗子吃 接着把处理好的鱼肉 放入平底锅里进行的小火慢炒 炒好了鱼肉 省不了心的安娜 急忙又去检查了鱼干熏的怎么样了 果然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 一不留神 鱼肉差点被熏糊了 还好过来检查得及时 接着安娜把鱼全部翻了个面 才放心地回去 进行打包炒好的鱼肉 这样的鱼肉保存方式也是可以的 跟着白米饭搅拌一群 吃是个不错美味佳肴的配菜 安那边品尝着 今天的制作的鱼肉美食 还一边细心照顾着家畜 喂食好了家畜 安娜把今天熏好的鱼肉收拾保存好 把它放在猫咪爬不上去的杯楼里放好 当每次想吃肉的时候就拿出来一点 洗干净后 煮或者炒香都是很不错的 安娜去山上寻找了大量的煮损 经过加工处理之后 拿到市集里售卖 实现了财富自由 买起了新鲜的猪肉 拿回家里跟着猫咪们一起分享品尝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用最暖的方式冲破山溅中的迷雾 远处的山边还笼罩着淡淡的迷雾中 正走在山路里的安娜 一路听着鸟叫声的高歌了一早上 先锋队长的狗子带路的样子 一点也不含糊 走前带路的步伐 看着有模有样 踏足沾满路水的山溅小路 阿皇带着安娜 一早走了十里路 好不容易才来到了这里 遥远的路程 就连狗子也开始吃不消 安娜也是懂得安慰狗子 顺手喂了狗子一口清甜的水 三月份的山林物产富饶 更是竹笋收割的好时节 今天在山林里转悠的目的 就是来寻找采集野生竹笋 这么好的山货 拿到市集里卖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顾客受欢迎度 肯定也是杠杠低 这种野生的竹笋比较好找 枝条看起来比较细 一眼看去 像一根根笔直的毛笔 一根根插在泥土山坡上 等待着安娜过来采摘 采集的方法非常简单 看见比较嫩的竹笋 插在泥土上长出来 只需从根部位置砍掉就可以了 先锋带队的狗子 趁着安娜在忙碌的时候偷了个弦 时不时故意大叫几声 掩盖着偷弦的样子 为了方便回家的路上 减轻重量 安娜把刚收集一杯搂的竹笋 全部处理干净 包掉竹笋的外衣 只留下较为鲜嫩的竹心内部 看来狗子站岗时间久了 一直在一旁叫声不停 安娜暖心地召唤着狗子 手中忙着包笋心眼 一直观察着狗子的状况 看来狗子应该肚子食饿了 先投喂了几口水 紧接着差不多也该到回家时间了 今天竹笋收获是很满意的 满满的一大杯搂都有了 要是不把外皮包掉的话 估计这杯搂根本装不完 有可能太重 还背不回去呢 穿透近来的竹笋阳光 看似炎热的天气 忙于工作的安娜 一点也感觉不到炎热的存在感 眼前收获大量的竹笋 心情一直开心着 干起活来 越干越感觉轻松 把处理好的竹笋装入杯楼里 足足装了满满一大杯楼 收拾好形状工具 狗子跟着安娜 踏上返程之路 回到田园竹屋 第一件事先喂食家出食物 紧接着 把竹笋清洗一遍 清洗好的竹笋放进大锅里煮半个小时左右 竹笋煮熟之后 又把它放进凉水里冲凉 这不就是个小细节呢 要是竹笋之后就不管一直放锅里闷凉的话 那么竹笋它看起来就不会翠绿的 只有竹笋立马捞出来放水里冲凉 才能保证竹笋新鲜翠绿 顾客看着卖相好才会前来购买 两大矿的竹笋足足耗费安娜不少时间 这还没完呢 为了能够更好的售卖 安娜把竹笋分链好一把把捆绑着 每一捆的竹笋重量都是要一样的 因为售卖的价格已经固定好了的 由于今天从山上寻找竹笋到煮竹笋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为了保证食材新鲜度 明天一早 安娜必须加紧时间 早早地就看着鬼鬼祟祟的安娜 准备好了货物 关上木屋大门 背起货物走了两小时的山路 来到了上次的小镇市集 刚好市集时间还不算太晚 逛市集的村民们 陆陆续续也开始变多了起来 路过刚好看见安娜摆起竹笋山货 马上就开始有好几位叔叔阿姨前来问家 开始挑选购买 这位阿姨是开饭店的吗 一下子拎起麻袋 说着这上面的竹笋我全要了 看来是个非常懂货的阿姨啊 买不了吃亏买不上当 这个价格安娜给的也比较亲民了 一杯搂的竹笋很快就被卖光了 收拾好工具 背起杯搂 和两边的摊主告别之后 顺便在市集里逛了起来 在藤瓜苗的摊位前购买了所需的幼苗 接着又买了一些猪肉和血肠回去吃 老板还细心地帮安娜把东西放进杯楼里 临走前 安娜礼貌地鞠了个躬 微笑对着老板表示感谢 来到生姜苗摊位 顺手购买了几颗拿回去种植 此时的杯楼里又装满了各种购买的物资 逛街人流量 突然又变多了很多 可惜安娜早已售卖完了竹笋山货 要不然这时候还有货的话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背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市集 经过两小时的赶路 终于回到田园竹屋 狗子和鸡鸦们非常的热情欢迎安娜回家 好奇的狗子们静静地围着四周 看来肚子应该是饿坏了 正等待着安娜的喂食呢 购买的血肠老板已经是煮熟了的 所以加工起来非常简单又方便 直接切片就可以吃了 血肠还没切好 狗子已静乖坐在一旁待看着 好吃的血肠 看来真是让狗猫急跳墙 看着眼前的嘴馋鬼 安娜还是给狗子喂食一番 接着把切好的血肠倒进米饭锅里 血肠跟米饭混合搅拌均匀之后 这时可以真正到开饭时刻了 而不爱吃血肠的毛孩子 呆呆地坐在桥上 远看着对面的鸭子们 看似有很多的心事呢 今天是个令人期待的一天 安娜一大清早就给菜园里的青菜浇灌洒水 抢食的一群鸭们画面是那么的热闹 只有听话的狗子 乖乖地看守和陪伴 今天安娜打算在门前这条小河抓小鱼来吃一顿 这里的环境没有受到日本的核污染 所以小鱼们是非常的健康的 小鱼的肉也是非常香 五月份的幽谷中 风景美如画 昨日放的抓鱼龙应该有所收获 顺道检查鱼龙 看起来第一个鱼龙收获蛮不错的 安娜放置好鱼龙 准备继续检查其他鱼龙 今天抓到的小鱼收获还是蛮不错的 先把它全部清洗一遍 满山飘洒的鱼腥味 引来了嘴馋的小猫前来围观 收获巨大的鱼 安娜大方的一点也不吝啬 投喂了一条小鱼 好奇的小猫很明显 不仅喜欢吃鱼还爱玩 接着安娜挑选出比较大活泼生猛的鱼 分练到另一个盆里 打算把吃不完的鱼 投放在自家的鱼塘里 今后可以又能收获更多的鱼吃 放养好了小鱼 安娜来到竹屋里 先把这盆小鱼处理干净 放进锅里倒入食用盐 盖上锅盖 焖煮的时间段落 安娜打算保养维修一下发电机 要是时间久了 不拆下来保养一下肯定是不行 有可能到某个深夜就没变用了呢 蹭着大白天 维修方面 白天操作肯定方便许多 为了方便自己借力来拆卸螺丝 安娜用两根撬棍把转轮卡住 虽然接触水面的扇液 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还好这个发电机是国产的 泡在水里两年多了 还是完好无所 一点锈剂也没有 这质量也没谁了 先把螺丝扭下来 再拆卸发电机的封印 先检查转轴的流畅性 果然问题出现在于这根转轴 需要先把它拆卸下来 涂抹上润滑油 它转起来才会更加的顺滑 许久未曾维护转轴杆 已经被磨损出了两道凹勺深深的划痕 多亏发现得及时 要是再发现晚几天 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借助地面把转轴去了出来 更换上新买回来的转轴原样装了回去 把拆卸下来的零件 放进油碗里浸泡它一会儿 零件泡好之后 接下来开始安装回去 扭上最后一颗螺丝 把盖子盖上 背起发电机来到电站位置 放好位置之后 先听一下转动的声音是否丝滑 接着安娜来到主屋 准备制作今天的晚餐 刮棚里的丝瓜已经长了好大根了 兴奋地比划了几下 可以体现出 这根丝瓜又粗又长 一顿根本吃不完的 切掉下面部分一顿 剩余的上部分就利用保鲜膜包好 留着下次吃 在大山里没有冰箱 这样的保鲜效果是很不错的 一边煎鱼 一边切着苦瓜 把切好的丝瓜放入锅中 做成丝瓜鸡蛋汤 是很不错的 这不经碗的三菜一汤不就有了 安娜的手艺肯定是一流的 看着狗子二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女人在河里布置了鱼篓 不仅成功捕获了大量的鱼儿 放养在自家的鱼塘里 还在山坡上开辟山田 种植了豆角和生姜 在野外实现了果蔬自由 微凉的清晨 山谷田园间 飘起寥寥青烟 田园里闲逛的鸡鸭 开始热闹了起来 在安娜的精心卫视饲养下 小鸡仔们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食物 在鸡笼里吃得不知有多欢乐 眼前石墨围满了正觅食的家禽 可爱的狗熊呆坐在竹屋下 看着积压抢食的热闹 享受着今天最难得的美好时光 随着安娜来到了河里 开始忙碌了起来 竹屋上冉冉飘起青烟 山谷田园中 瞬间变成了一处人间仙境 安娜先过来检查昨日放置的鱼篓 狗子路过好奇地站在桥上看着安娜 主打就是个图个陪伴 很快安娜收获了大量的小鸭 满满的收获 令安娜高兴地像个孩子 肥嘟嘟鱼儿 足足抓到了大半锅呢 一个人一顿根本吃不完 安娜也没有吝啬 给眼前的一群鸡们投喂了一条鱼 当然当作诱饵的木树也不能浪费着 直接一把丢过去给觅食的家禽 这抢食的场面不知有多热闹 安娜把鱼笼里的鱼全部倒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开始到筛选阶段 山旁蟹和凉了的鱼儿 今晚安娜又可以开吃一顿了 还在盆里活泼生猛的鱼儿 就打算把它全部放养在鱼塘里进行饲养着 没想到一个人在深山幽谷中生活 也是多姿多彩 凭借着自己努力和奋斗 朝着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向往生活啊 接着安娜喂食好毛孩子们 今天准备出门上山 去看看山里的那片山地 顺便带点山浆去种植 背楼里的山浆可真不少 路过河流 顺便打点河水去浇灌它 安娜来到山地 拿起锄头就开始挖坑了 这个地方很久没来打理了 地里都长满了解放草 正是要紧 先把山浆种植好 要是放在太阳下暴晒久了 会种不活的 所以地里长再多的杂草 安娜也没太在意理会 种下了山浆 浇灌了清水 接下来开始把草清除地里的解放草 我记得这种草是可以吃的 小时候我在家放牛的时候 经常拿来做菜吃 放点辣椒和酱油 西红柿凉拌 是真的好吃呢 可现在长大了 一直没见过这种解放草了 要是安娜喂养小猪 也是可以拿起喂食猪的 喂食鸡鸭也可以的 可惜安娜不认识这种草 真是可惜了 山地里长得那么多 满地都是 想要拔完这些草 可耗费不少时间和劳力了 拔了一下午的解放草 终于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 看着地里的豆角 满地爬 也没长出多少豆角 寻思着简单地给它搭个棚吧 黄瓜也开始长果了 要是再不打理好 今后的丰收 肯定大大减半呢 接着安娜搭棚开始忙碌了起来 把瓜棚搭建完成之后 顺便摘取成熟了的青菜和豆角 今晚这不又可以整上三菜一汤了 天很快就要黑了 安娜把地里的青菜浇灌水完之后 收拾好摘好的豆角和青菜 放进杯楼里 刚好回到家中 天已经开始变得漆黑 在暖暖的灯光之下 摩玉米声打上了今天的句号 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女人用了三年时间 在深山幽谷中盖出了白母庄园 不仅用自己种植的小米椒 做成了泡椒 更是利用了竹笋制作了酸笋 还晾晒了很多的小鱼 实现了小鱼干零食自由 当别人在荒野三天饿酒顿的时候 安娜早已在院子里养殖了各种家畜 实现了每餐都吃上肉自由 每天清晨第一时间就是喂食这些鸡鸭 后面的时间就完成打理一下田园里的环境卫生 要是想吃什么就直接动手去做 今天为了吃上鲜美的鸡肉 打算对自己养殖的老母鸡下起狠手 一大早就开始跟着老母鸡斗智斗勇 经过几次的抓捕都以失败告终 聪明的安娜办法还是挺多的 直接先饿她一早上之后 用食物诱惑老母鸡 贪吃的老母鸡最终还是落入安娜手中 今天的晚餐可以好好的大补一顿了 打算利用这只老母鸡制作一顿清蒸老母鸡 老母鸡肚子里的肉也不能浪费着 把它拿来爆炒味道也是很不错的 上集说到安娜在山地菜园里种植了山竹 还给菜园打理了一下午 更是给长在地里的瓜果豆苗类的搭了个棚 希望下次安娜的到来收获满满的丰收 今天没打算出去山里干活了 在家里休息一天 微凉的清晨光阴不扰山水 静候新的一天开始 每天一大清早安娜开始忙碌了起来 饲养的鸡鸭们 每天都早早地在石墨那里闲逛着 似乎知道安娜会来这里给他们磨玉米 每日清晨的头位成了生活的必须一部分 一群鸡鸭正围着安娜磨着玉米 头位完了鸡鸭 来到菜棚查看丝瓜的展示 前几天才好不容易吃掉了一根丝瓜 今日再仔细过来查看 没想到 瓜棚又长出了好几个丝瓜了 看着眼前满满的收获 安娜开心地像个孩子 虽然一个人的生活很孤独 有一群狗子和鸡鸭的陪伴 每天还是很快乐的 随着夏天到来 蚊虫比较多 为了防死丝瓜被蚊虫叮咬问题 安娜打算用保鲜袋把丝瓜包裹好 接下来到菜园里摘取新鲜的小米椒 利用这些现摘的小米椒 来制作泡椒是很不错的 摘取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上面的地一定要完好无损保留 这样泡出来的小米才不容易烂 打算去找竹笋的时候 路过河边发现一个鸡窝 倒霉的是 这窝蛋被蛇吃了两个 真是可惜了 遗憾的身影 来到竹子林下 挖到大哥的竹笋 脸上的微笑又开始从嘴角边露了出来 看来今天需要制作的酸笋食材 是保证有了的 将一篮满满的竹笋切成片 好奇的毛孩子呆呆坐在一旁看着 虽然什么事也没帮上忙 但陪伴也是一种帮助呢 安娜切好了竹笋 将其竹笋先放入罐子的最底部 接着继续放入新鲜小米辣 很快辣味的泡笋就做好了 接下来大罐的就全部塞进剩余的竹笋 腌制好了酸笋 接下来又开始晾晒鱼干 把处理好的小鱼一条条晾晒好 经过一下午的大太阳之下的晾晒 空余的时间安娜也没有闲着 给菜园浇灌清水 搭建菜园瓜棚也是必要的 要不然怎能收获着满满的蔬果青菜呢 忙完了家务所有事物之后 今天也差不多画上句号了 辛苦了这么久了 安娜都没有好好的瓢一下身体呢 今晚打算大吃一餐 整上一只鸡来犒劳一下自己 一场雷雨交加的夜晚 可怜的安娜独自一人裹在被窝里 第一眼看去她应该生病了 一个人在幽谷田园中生活 没有另一半的陪伴 看上去很孤独的样子 还好乖巧的猫咪 也懂得安慰主人 站在窗口任由主人的抚摸 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深夜的温度也降低得如此寒冷 感冒后的安娜被病魔煎熬着 无奈之下 一边裹着被子 今夜无法入眠 一边裹着被子爬过来倒了杯开水 买的感冒药已经吃了两板了 这感冒病还没见好转 今晚再吃它一颗 要是明天还没好的话 等她老妈过来看看怎么说吧 一个人在大山里 没有男朋友真的很可怜 平时做事建房子 那么的勤快又能干 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很难找了 要是有个男人照顾着 安娜生病之后 也不会看着那么可怜了 今夜对于安娜来说 时间很长 雨也是下了一晚上 天刚亮不久 小雨还在滴答滴答下呢 距离市集医院也比较远 走路都需要两小时 生病的安娜 根本没那个力气走过去了 最气人的是 屋外还下了一夜的雨 看来今天安娜打算睡觉一天了 家畜们怎么办呀 没有食物吃饿一天应该没事吧 可小鸡们也可怜了 刚加入大家庭不久就遭这种罪了 好在安娜的妈妈过来探望了 还买了好多吃的过来 两只手拎起沉甸甸的 好羡慕安娜 有这么好的妈妈 看来公好婆好不如自己的妈妈好呀 走过来的路 下雨天那么难走 路途还那么遥远 都舍得来照顾安娜 真心羡慕 看来今天家畜终于有人照顾了 安娜的妈妈来到这里 跟在家里一样该干嘛就干嘛 把这里的家畜卫生洗衣做饭 打理井井有条 其实这样的病 小时候安娜也有过 只要煮点中草药内服外熏就好得快些 只要熏的时候出大量的汗水 那么中药力就开始起效了 看来包裹的毛毯不够厚 换上后的毛毯包裹全身严严实实的 接下来下面放着煮好的一锅中草药 一直闷着出汗为此 反复操作 出了大量汗水之后 接着又投喂安娜一杯自己煮的草药 喝完之后并开始慢慢的好转了 细心的妈妈 一边帮着擦汗一边梳理头发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不应该被病魔折磨狼狈不堪 并有好转 这时安娜应该肚子感觉到饿了 现在吃东西肯定有食欲感 妈妈打算熬一锅咸谷粥给安娜吃 饭前开个哈密瓜来开开胃 妈妈做的咸谷粥是安娜的最爱 自从生病之后 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一边吃饭 一边还冒着汗 很快安娜的病要好起来了 为了更快好起来 到了晚上 还得继续用草药熏她半小时 汗流满面的狼狈 经过妈妈的帮助擦汗之后 安娜开心地像个永远没长大的孩子 看着活泼的画面 妈妈内心里压着的大石头终于放松了 此时两人坐在屋里喝茶边聊边笑着 第二天清晨 安娜早早地就起来 打理屋内卫生 看着妈妈睡着正香也没有打扰叫醒的一声 连扫地的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 打扫完屋内卫生之后 细心地泡着两杯炼奶糖水 等妈妈睡醒口渴了刚好可以喝 接下来 过来卫食家出门 无意中发现多了一窝鸽子 看来妈妈送过来都没有告诉她 悄悄地放进笼子里 养好几天了 卫食完了积压 安娜准备回房间里 看看妈妈起床了没有 真是巧了 妈妈正站在门口梳理头发 这细心活安娜最拿手 细心地帮妈妈梳理头发 接下来的时间 正准备带着妈妈参观一下菜园 女人开垦山田 种植了各种蔬果青菜 历经几个月的生长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间 田园山谷中 各种蔬菜 沉甸甸地挂满着安娜之前搭建的瓜棚 满地长了好多好的杏鲍骨 丰收的喜悦 滋润着安娜一年来的辛苦付出 微凉的清晨 从雾崴迷蒙的沉晓 每天都在书写着不一样的故事和美景 唯一不变的就是故事的女主人安娜 早起的安娜来到了屋外 狗子们开心的就像个孩子们一样 一窝风围在安娜身旁撒着欢 清澈见底的河流 正被鸭子们游玩得不亦乐乎 田园中的院子 少不了安娜细心打扫 收获果实累累的木乃果 晾晒在衣绳上 看似诱人直流口水 而一园里挂满了各种瓜果蔬菜 很快豆角也开始开花 长出很多豆角出来 喂食完了小鸡们 屋檐下缓缓飘着清烟 看见安娜吃完了早餐后 打算今天出门到山里 收获黄瓜豆角之类的 小狗子们早已迫不及待 跟在安娜身后 路途遥远 安娜只带上有惊艳的狗子一起去 穿过山溅河流 跨过怪事山路 来到自己开垦的山田菜园 满地的收获 使安娜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几周没来看这里的菜园了 没想到今日收获如此丰盛 地里的黄瓜长果真是多 安娜开心地一边摘黄瓜 一边吃着 这种黄瓜在大山里自然生长 真的营养健康 大意了 出门想着 应该不会收获多少黄瓜 所以就没带袋子来装 现在好了 只能这样塞进衣服里装着了 不过这件外套真的很能装 黄瓜塞得鼓鼓都没有掉出来的意思 安娜开心地还一边摘豆角 之前搭建的刮棚作用真的很大 上面挂满了黄瓜 长得个头 比爬长在地里的黄瓜还要大些 真是好运连连 之前废弃的木头烂在地里 竟然今天长出了好多好多的杏鲍骨了 这种自然生长的杏鲍骨 肯定很美味 把黄瓜 豆角 杏鲍骨装满了杯篓 处理吃上最后一根黄瓜 就准备回家了 今天收获满满一大杯篓就算了 还吃了好多的黄瓜 安娜回到竹屋檐下 把今天的收获全部拿出来处理好 晾晒的山货品种还蛮多的 这晾晒台摆上五花八门的山货 这些都是安娜自己种植的来的 之前有一次发大水后 有一只狗子被河水冲走 由于狗子被大水冲走后 已经影响到了安娜的日常正常生活 为了防此悲剧再次重演 安娜亲自动手改造桥边的河槽 让狗子们走夜路的时候 也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保障 安娜一边削尖竹子 一边回想着狗子被水冲走的不愉快的画面 河里发大水的时候 自己从小桥上面过 也差点掉进河里 更何况养的几只狗子还没长大 最近也是没雨时节 河水肯定会经常长水的 安娜在桥边查看 用脚轻轻地触碰踢了一下 石板就脱落掉进河里了 先把河岸边的石头地基处理一下 直接把竹签插进土里 为了能够让插进土里的竹签更加的牢固 安娜耗费大量的体力 利用大锤一点点锤进土里 随着每一锤砸下 竹签可肉眼清楚看见 迅速下埋入泥土里 利用铁铲修整好了河槽之后 再把木板依次卡在固定好的竹筒河岸之间 这样才能更好地挡住河沙流失的可能 挡板后面空缺的地方就利用石块河沙石填上 即使以后河里发大水了 也不会把它冲跑 由于河岸对面 需要加固位置走过去有点不方便 安娜选择了把竹筒用力扔了过去 按一样的方法 先在河边打入一排竹筒 叮叮咚咚的声音回响传到山谷中 引来了好奇的狗子们前来围观 挡板地基也安插得差不多了 摸了摸一下狗头 满意的开心像个孩子 此时天空已开始慢慢变暗了 散养的鸡鸭们肚子饿得嘎嘎叫 安娜放下手中的活 先给家畜们喂食 玉米颗粒比较大 对鸡鸭的消化不太好 细心的安娜一边磨着玉米 一边叫上鸡鸭干净过来吃饱饭 喂食好了鸡鸭 今晚可能会下狱 安娜赶紧把晾晒干透了的痘角 收了起来 好不容易把它晒得那么干透 要是被雨淋着了 那岂不白忙活一场 这才是荒野生活顶级享受 安娜用了三年时间 在深山幽谷中打造出了白亩庄园 不仅在深山林里寻找了好多的木乃果 一摘就是一大碑了 更是能跟上季节的变化 在大山竹林里挖到了很多吃不完的竹笋 当别人在荒野一天饿三顿的时候 安娜却是吃上了竹笋包肉自由 这还不算傻 晾晒的鱼干也是满屋子都是 这些鱼干都够猫咪三年的伙食了 由于挖到的竹笋山货比较多 把它全部晒成干货 等自己吃腻了 试不动不想吃了就拿到试几里售卖 换点钱来购买其他物资也是很不错的 微凉的清晨 当山谷中的迷雾还未缓缓散去的时候 猫咪和狗子已早早地坐在安娜门前 等待着安娜起床了 昨天安娜已经跟他们讲过 如果明天你们谁起得最早在门口这里等着我起床 今天我就带她一起去山里摘木乃果汁和挖竹笋 果然还是狗子比较优秀 一夜没睡就坐在安娜门口 等着她起床第一时间看到的是狗子 时间久了 安娜也养成了每天撸狗的习惯 疑似今天决定带上有经验的狗子一起去 趁着太阳还没出来 一人一狗两人来到了木乃果林下 看了看树上长满了木乃果 兴奋地放下碑楼 拿起木叉当做梯子 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果然有好的方法爬树就是简单又安全 上面的树上都长满了木乃果 由于上树的时候 看见没长那么的压 当爬到树上的时候 木乃果是真的多 要是把摘好的从树上丢下来呢 很容易被摔烂的 安娜想到了个更好的方法 利用自己的外衣当做袋子 你可别小看这件衣服呀 扣子一扣 把一脚绑好 塞满一肚子下来 差不多装上大半杯了 刚好熟透了的木乃果 全被安娜摘完了 回到家中 把昨天挖到的山货竹笋那些处理 这一大盆竹笋 安娜打算把它洗干净后 把它拿去晾晒成干货 晒干的竹笋卖的价格更加的美丽一些 先把竹笋洗干净 放入大锅里煮熟 接着把洗好的棕榈果 放进需要腌制的罐子里 等它泡个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吃了 酸爽很美味的 一篮子的木乃果 安娜都吃了好多了 根本吃不完 也是一样 把它全部扎成一把一把的 晾晒起来 顺手把腌制的棕榈果一起拿到屋里 现在房间里腌制的存货 开始变多了起来 酸菜酸笋 一罐接着一罐摆放起来 真是羡慕 接下来安娜继续晾晒煮好的竹笋 为了更好的晾晒 还特意编制了一块竹网 很快一天过去了 忙完这些活 也到了饭点时间 安娜把剩余的竹笋 拿来做一餐竹笋果肉 看到这里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好奇 应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吃法吧 其实这样的吃饭是很好吃的 鲜嫩的竹笋包裹着新鲜猪肉 一口下去简直是个绝 在大城市里 很难吃到这样的大山味道的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妈妈 更好地体验田园生活 这次安娜特意带上自己的妈妈 一起上山收获包裹 母女翻山越岭 好不容易来到了安娜开垦的玉米地 细心的安娜 突然发现地理草堆里发现有好货 第一眼看上去 大家有认识这是什么水果吗 我只认识长大的比较大个叫西瓜 这么小哥的果实长得有点像西瓜呢 可她个头很小 地理长了好多呢 成熟的果实 是从外表发黄到变红 看得出来 安娜很喜欢这种果实 这也太多了吧 根本摘不完 很快背篓就要装满了 今天本来打算带着妈妈 一起收包裹回家的 没想到这是个意外的收获 母女坐下休息喝口水后 无意发现木瓜树上 已经成熟了好多木瓜了 有的还被山里的动物吃掉了一半 那个木瓜还是最大最好的 真是可惜了 要是再来早几天 应该能吃得到 安娜利用竹竿 把成熟的木瓜捅了下来 缺了个口的木瓜 发现跑出来很多的蚂蚁 看来这个木瓜是被蚂蚁吃掉的 木瓜很甜 应该才会招惹蚂蚁 安娜把成熟的木瓜 全部摘了下来 捡起来 挑选最好最大的 拿来吃解解馋 削掉外衣木瓜皮 抠掉肚里的黑子 分切给老妈一半 母女吃得津津有味 不亦乐乎 休息够了之后 母女打算去处理 摘掉多余的木瓜树上的花 这种木瓜花 应该是别有用处吧 我从小到大 连木瓜都没吃过 更何况这种木瓜花了 这也对木瓜结果生长 是有比较好的利益的 要是不把多余的花蕾摘掉 等它长出来很多的木瓜果实出来 数量太多 木瓜是长不大的 只有摘掉一大部分的花蕾 只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这样木瓜树的营养 才能跟得上 一杯搂的什么果和木瓜花 装得满满的 两母女很满意的 打算回家煮饭吃去了 回家到半路 没想到又发现山下有木乃果树 真是好运连连了 放好杯楼 拿起麻袋 母女屁颠屁颠走了过去 哇靠 这不就是上次安娜摘木乃果那位置吗 没想到几天没来 木乃果树上 又成熟了好多的木乃果 家里的木乃果还没吃完呢 现在又成熟了一树上的木乃果 住在这样的大山里 生活山货随地可吃呀 真是羡慕 木乃果树比较小 母女爬上去 都有点感觉到摇摇晃晃的 还真佩服她们的胆量 爬那么的高的树上都不害怕 安娜的老妈也是最厉害的 爬得比安娜还高 个头比安娜还大个 这样都不害怕 今天的收获很不错 一杯搂的山货 一大麻袋的木乃果 吃不完可以拿到十几里卖 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回到了家中 喂食玩了家处 满屋摆着各种晒干的山货竹笋之类的 妈妈在一旁编制鸡笼 安娜把今天的收获拿出来整理好 看诱人的木乃果 顺手拿起就吃 就是这么奢侈 根本吃不完 疑似母女俩 每天打算把这些山货 拿到市集里售卖 院子里的鸡也好多只了 要是再养多点鸡的花鸵 有点养不起了 明天去市集 也顺便抓几只鸡拿去卖了吧 不仅能散养土鸡 不仅能卖到高价钱 还能减轻一下现状的养殖 为了实现财富自由 她利用晒干的山货和积压拿到市集里售卖 她就是一个万物皆可卖 各种山货集于身 一身自带十八般卖艺 不仅能让你学到各种售卖山货方法知识 还能唤醒你奋斗的心 黎明前的山剑 在灯光下的衬托之下 变得如梦如幻 忙碌着收集售卖山货母女俩 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准备出门去市集再忙碌 由于去市集的路程比较遥远 走路都需要耗费两个小时才能到达 一大早安娜赶紧叫上妈妈 拿着山货赶集去了 爱凑热闹的两只狗子紧跟在后面 叮嘱着回来时 一定要给他们买回来几根新鲜大骨头啊 由于小狗太小了 怕离市集比较遥远 他们不认识路回来 走丢了那起不得不尝试了 刚好快到市集位置 时间还比较早 很多摊位老板都还没来 这也能够让安娜的摆的山货更加的显眼 才刚把昨天收到的山货刚摆上 立马就有很多顾客前来选购 开始的时候 安娜早已跟他妈妈讲过山里的东西拿到城里 是很受大家喜欢的 安娜的妈妈开始还不信 今天才特意跟着一起到市集里体验一番 没想到哈 果真如此 这是昨天刚摘的木瓜花 没想到是这么的受欢迎 这位姐姐一看就是开饭店的 一下子就买了一大袋 差点把木瓜花一扫而空 好在今天带的山货比较多 数量不够 公鸡母鸡前来凑 下一秒 土豪两姐妹站在一旁观看了几分钟 酝酿着这几龙鸡 我包里的钱能拿下几只 不料问完得知价格之后 再也装不下去了 不了了之就离开了 接着不可貌向的一位阿姨 看起来平平庸庸的相貌 果然出手是那么的阔气 二话不说 就拿下了一只大公鸡 后来是吉里的人流越来越多 安娜带来的鸡龙 一只接着一只卖了出去 戴帽摩迪这位大哥 也是很想买一只回去补补的 可价格方面给的有点无法接受 为了仿此当场尴尬局面 顺手买了一把野菜 接着来了为董货的豪气摩迪大了 顺手买下了一大龙公鸡 连鸡龙都一起带走 也许是看上了安娜的老妈 想引起她的注意力吧 不够安娜的妈妈编制的鸡龙 也是值得收藏的 不仅好看 装的鸡都能装好多只呢 母女一边叫喊叫卖 肚子饿了就去买安娜爱吃的火腿肠 还可以边吃边卖 到了中午 山货和鸡都卖光了 收拾好东西 打算在市集里逛一会儿 答应狗子的愿望 要第一个实现 天色不早了 市集也逛完了 该买的也买到了 接下来回到田园竹屋之下 母女俩正准备做一顿丰盛一桌菜 安娜切菜做饭 妈妈去菜园里摘点野菜来吃 光吃肉可不行 配点野菜那可香了 刚好做好饭菜 正准备吃着 安娜从箱子里 拿出了可爱的存钱罐 把今天赚到的钱拿出来数 安娜说了 现在我还单身着 还年轻 想多存点钱 要是等有男朋友了想结婚 没一点存钱家底 要是被男朋友嫌弃怎么办呀 女人长得漂亮 不能光靠着外表 咱们还得存点钱 有点底气 才是最闪闪发光的漂亮女孩子 这才是令人羡毛的生活 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女人在荒野独居了三年 不仅亲手打造了白母庄园 更是带上了自己的母亲 一起过来住 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每天就在院子里晾晒山火 喂食鸡鸭 自己种出来的瓜果青菜 吃着开心又放心 山地里的菜地 随地可摘豆角和瓜类的 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 开心的日子里 也有不愉快糟糕的事 本以为安娜每天的生活是幸福的 可没想到的是 安娜病倒了 可能今后一段时间 大家很难看到更新荒野生活了 不过小编为了更好地记录着 安娜的最后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讲 安娜今天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黎明的山剑 如同往常般的模样 刻画着幸福的气息 一大早喂食鸡鸭家畜的身影 如此的熟悉 安娜还是跟昨天一样 利用石墨把玉米磨碎 掉落下来的玉米碎 也是鸭子们的强强手 安娜磨出来的玉米就是好吃 连狗子们都开始改善伙食吃玉米 刚喂食完鸡鸭 正准备往房间里走来 没想到勤快的妈妈正准备扫地着 这种脏胃活 怎能让妈妈动手去做呢 接上妈妈手中的活忙完之后 安娜也没有打算闲下来的意思 还细心地帮妈妈梳理头发 就感染到温馨的画面 狗子猫咪都很温馨 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幸福吗 安娜母女俩 来到竹屋检查量晒的干笋 果然山里自然生长的竹笋就是好 晒出来全都是量货 安娜跟妈妈商量好了 打算拿这些干笋 拿去市集卖的 但量还是有点少了些 山里种植了一片豆角瓜类的 应该成熟了 蹭着有妈妈在 打算把山里种的货 全部回收拿去卖 山路难走 昨天又是下过一场雨 安娜不得更换上水鞋 上山才方便些 母女来到种植基地 发现茄子都长了好多果乐 旧豆角刚好是成熟季节 安娜摘豆角 妈妈打理地里的杂草 没想到今天出门有点晚了 太阳那么的大 辛苦劳累的母女 坐在树下汗流满面 只能喝了几口水 缓解一下炎热天气 安娜摘了好几把豆角 喜悦的收获 从嘴角边微笑了起来 狗子也感受到了快乐 笑的表情非常的经典 休息好之后 母女又开始干活了 一边喂菜地除草 一边收割地里的果实 摘到啥也是算啥 上几分钟才刚休息喝了口水 没想到这次又撞上好东西了 没想到摘到一个大西瓜来吃 这不解渴又解馋吗 没想到呀 就是因为这个西瓜 安娜吃完之后拉肚子了 本想着在山沟勾勒方便一下就完事了 倒霉的事还是发生了 安娜从沟里掉下去 被树枝给扎肚皮了 去了医院检查了 由于没有第一时间处理伤口 导致发炎了 看来休息个半年的才能出院了 我也希望叔叔阿姨们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安娜 现在安娜康复得很好 希望期待我们的下次相见吧